各位现场的贵宾 大家午安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来到我们2022台北时装周的国际时尚论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Ethan 刘杰忠 今天这个场合非常开心 看到大家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跨界的对谈 因为台北时装周举办了很多届 大家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但是时尚当然不是仅止于时装而已 我相信整个时尚产业 对于我们所在的世界跟环境 是有热情跟观察的 而且有很多的开创性 前卫的想法需要被验证 被了解 被实现 所以今天我们的跨界对谈会聚焦在 我们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听到很多人在讨论 包含是元宇宙 Metaverse 或者是Web 3.0 或者是NFT 有的时候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 但很多时候更是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实际在做的人 在这产业当中的人 对这有什么样的想法 而台北甚至整个台湾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他们对于时尚产业 又有什么样的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论坛 邀请到四位讲者 包含是电通行销 传播集团Web 3的成长顾问 葛如俊先生 宝博士 还有AK Swap的艺术总监 王兴仁总监 还有华人创意教父 包一鸣先生 还有来自国外的讲者 是全球康泰纳市的新事业 副总经理Kiarra Byrne 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 有两位在实体的现场 有两位在不同的城市 到时候会以虚实整合的方式 一起来加入我们 而在论坛一开始 当然邀请的就是 台北时装周的主办单位 台北市文化局过程当中 各有非常多的协作 所以一开始 邀请的是台北市文化局的副局长 陈玉昕 陈副局长 到台上来跟大家说说话 我们欢迎陈副局长 谢谢主持人 然后也谢谢今天 所有参与的讲者 还有我们的文化局 一起共同主办的 我们的董事总经理还有副总 以及计划主持人 还有所有报名参加今天 国际时尚论坛的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我今天代表台北市政府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 我们的国际时尚论坛 去年应该说这两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举办活动的形式 就是有做了不同的改变 那去年的这个论坛活动 我们是以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那今年很开心就是大家可以 虽然我们还是戴着口罩 但至少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听 就是讲着分享他们的一些跨界的一些心得跟想法 那过去我们在时尚产业 我们可能讨论过包括环保永续等等的议题 那今年就是刚刚其实主持人已经做了非常精辟的一个介绍 今年就是大家讨论的是元宇宙 怎么跟时尚产业来做一个结合 那经过疫情其实大家应该也慢慢习惯所谓的数位转型 还有虚实整合 那包含我们上周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也举办了今年的时尚大秀 那紧接着其实除了我们今天的论坛之外 今年在刚才的影片有介绍到 就是设计师的快闪店 在圆摆A13也会展示到今年 这个月的30号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参与系列的时装周的活动 然后可以多多给我们这一些设计师们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 我看现场今天也有 子欣也特别来到现场 那跟大家一起聆听 那我最后就是还是欢迎大家的历龄 那我跟大家一样期待 等一下的各个讲者们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 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一起学习 然后希望可以政府的角度就是希望可以多多协助时尚的产业 跟国际接轨 跟最新的科技接轨 那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 谢谢 好掌声谢谢陈副局长的分享 对我们整个台北时装周的活动也是如暑加征 到10月30号之前 信义区还有很多的快闪店跟一些装置 大家可以去欣赏 那么紧接着邀请的就是这一次的国际时尚论坛的计划主持人 她是Vogue亚太区的编辑总监 孙姨Leslie到台上来跟大家说说话 欢迎Leslie 谢谢大家 谢谢陈副局长已经帮我们做了最棒的开场 很开心今年又再次的可以担任台北时装周国际时尚论坛的计划主持人 那其实从2020接棒开始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亲眼见证了 这两年时尚界重大的改变 其实不只是时尚产业 其实我们生活也产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那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希望可以与时俱进跟大家讨论一些 大家都关心的议题 包括永续 性别多元 那或者是一些消费者因为疫情过后 可能有一些消费上面的习惯的一些改变 我们都尽量地想要去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我觉得大家不能忽视的是 就是近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的决 其实不是趋势 它已经是 也不能说是未来 它已经是现在 就是Web 3.0的来临 那我觉得对于某一些族群 可能包括我在内 都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懂 或者是元宇宙它到底可以有多大有多深 NFT又怎么样去分析 或者是怎么样去更深入地了解它 那又有另外一个族群呢 可能只是觉得这是他们平常在玩的虚拟游戏的一个延伸 那对于Z世代或者是甚至更年轻的A世代 Generation Alpha 他们生出来世界已经长这样了 那时尚产业又要怎么样去跟这个新趋势应对 我们在这里面又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机会点 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跟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我们也很荣幸找到四位很厉害的讲者 跟大家分享 那在论坛开始之前 我也想要代表我们的团队 感谢大家 今天到来还有在线上观看的朋友 还有我们四位讲者很用心安排的内容 然后当然是要感谢我们最重要的推手台北文化局 谢谢 好掌声谢谢Leslie 要请您先留步了 我们来一张大合照 也替今天的论坛先来留下一个纪念好吗 那这么邀请的是文化局的陈副局长 也再度回到台上来 当然还有我们活动另外一个重要推手 他是康泰纳市台湾董事总经理刘震生CM 也到台上来 还有副总经理周立美洲副总 还有今天的讲者职尔 包含是电通行销传播集团web3的成长顾问 葛如君先生 还有华人创意教父 包一鸣包老师 好 那这边如果我们的观众听众愿意的话呢 这个手机相机也可以拿出来 难得今天重量棋 还有各界的巨头 到这边棋聚一堂 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 好中间举手是我们大会摄影的部分 好 看一下正前方中间 好 因为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分三个区块嘛 我们是不是视线也给他们左中右扫一下 每一个都有最好的视线 我们看一下左边四十度角 好 右边四十度角 右边偏后面 好 最后视线再回到正中央 好 现场的观众我们是不是给台上的贵宾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今天来也替今天我们的国际时尚论坛揭开了完美的序幕 那这边要请第一位讲者要先来留步楼 要郑重介绍一下这位宝博士 刚才提过了他是现任电通行销传播集团web3的成长顾问 在2017年开始就实际投入区块链的推动 还有很多的相关计划 同时也是知名的科技podcast节目 宝博朋友说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实际的来到现场 来跟大家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NFT 为什么在短时间可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潮 而且很多大家的疑惑 今天也会一并的获得解答 我们掌声 欢迎宝博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贵宾 长官 还有非常多的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还有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交流原宇宙的主题 我今天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 怎么样从区块链NFT的时代 我们来找到一个入口进入原宇宙 我先稍微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葛如君 这个本名 然后有个外号昵称叫宝博士 因为有些人说我长得像一位已故歌手 叫张雨生 张雨生叫小宝 我比较胖 就叫大宝 后来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叫宝博士 我过去念的其实是传播媒体跟设计 到了博士班的时候 才拿了一个比较宅的学位 Computer Science 资讯工程学的博士 我目前在台大跟清大任教之外 也在台湾最大的行销传播集团之一 电通担任Web3的成长顾问 过去曾经做过一些 Mobile App AI VR的一些新创计划 到了2017年以后 全力投入在区块链的知识 应用还有发展的推广 我在2014年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进入到 虚实整合的世界 当时有一个奇遇 就是我收到了一封入学通知书 是由Google跟NASA 所共同发出来的 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未来学校的入学通知函 这所学校叫做Singularity University 叫做起点大学下业 在起点大学这个名称 我想最近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这个老高与小末的节目里头 常常讲到科技起点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Point 其实这所学校 就是希望能够 在科技起点来临之前 让人类提前做好准备的 一所未来学院 由Google、NASA、Cisco、Nokia 以及后来加入的波音公司 全球顾问公司 情验重信等等 找来了许多一时之选的 这个讲座教授 所共同设立在矽谷的 一个未来学校 许多的媒体都把它冠上了 很多的称号 包含什么最聪明大学 最酷大学等等 下一页 那这所学校也因为 它的设立地点 设立单位跟设立的目的 都非常的特殊 每一年就从全世界 公开申选80个学员 从上万份的申请书 当中挑选出来 那2014年的80个学员 一共来自35个不同的国家跟地方 当时我非常幸运地成为 有史以来第一位入选的台湾人 那下一页 那也正式的真的有结业成功 怕大家找不到把它圈起来 那在奇典大学的时候 我们只是不断地在讨论说 到底未来长什么样子 我们唯一确定的只有 未来发展的形式会是固定的 叫做指数形态的发展 就像摩尔定律一样 它说每隔18个月 电晶体CPU的复杂度增加两倍 运算速度增加两倍 成本却变成二分之一 我们在当时发现摩尔定律 已经不再只被套用在CPU跟电晶体上面 它会扩及到所有的产业 像一个子弹高速列车一样 把所有的产业都拉上去往前飞奔 这些产业都是已经通通上车的 但是我们一直在问的是 到底下一个上车的产业会是什么 下一页 我们在矽谷的时候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找了NASA的科学家 找了Google的工程师 我们不断地在思考 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科技将会开始非常深入 深度地影响到我们的底层的生活 经济以及金融 所以我们认为下一个被拉上车的 会是Exponential Economics 也就是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社会本体的结构 会受到科技非常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下一页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最巨大的推力 就是一个叫做区块链科技的东西 或者我们也把它叫做Crypto Technology Crypto Technology将会像当时的网路世代一样 开始非常非常严重地去影响我们的未来世界的生活 这是发明网际网路浏览器的人叫Mark Anderson 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Crypto Technology in 2017 It's just like HTML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web 1.0 2.0 in 1994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样一说我们都应该要相信 因为他正是在90年代开创网路的人 而且他还说接下来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 当年1994年他觉得网路已经停止了 已经不会再发展了 但是他发明了浏览器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非常多新鲜的应用 改变我们的生活 他说区块链Crypto加密货币 以及我们看到的所谓的DAPP Dapps区块链的应用 以及我们现在很常常听到热门的NFT 其实都会开始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改变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到底我们要理解NFT 我们要理解元宇宙可能会如何影响我们 我们还是得了解它最底层的原始的根源 其实就是区块链 很多人常常在媒体上面听到 但是不一定理解的 我们很快速的用一句话让你来感受一下 其实区块链是什么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新世代的网际网路 一个New Generation of Internet 一个网路的升级 这个升级了以后 它可以比过去的网路多传递一种东西 叫做钱 Don't get me wrong 我们讲的这个钱 其实并不一定是新台币日币或者美元 我们讲的钱是要回到经济学家所告诉我们的 什么是钱 任何能够记录我们的工作成果 并且进行延后交换的东西都可以是钱 它可以是弹珠 它可以是贝壳 它可以是一片很漂亮的石灰岩 下一页 而事实上 在这一个经济学家的定义背后 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条件 就是共识 Consensus 也就是要有够多的人认同这一种弹珠 这种贝壳 它才可以是钱 但是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也确立了 人类历史上的钱 不会只有一种 它可以是一种纸张印出来的钞票 它可以是一个黄橙橙的石头 它当然也可能是数位帐本系统上的一个数字 下一页 事实上 Mark Anderson也告诉我们 什么是区块链 区块链其实就是一种正在把人类世界的金钱软体化的过程 这张图某种程度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类金钱发展史 在一开始用的是金块 再来我们用的是金币 再来我们用了一种叫黄金兑换卷的东西 叫做美金 以前的一美金可以兑换等量的一美金等值的黄金 1971年尼克森政府决定断了这个联系 金本位停止了 所以一美元就是一美元 黄金就是黄金 美元自己背后有它自己的价值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信任信仰的美元 背后已经不再有等量的黄金 那到底背后一美元的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美元等值的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与信仰 或者美国经济的信任与信仰 而一美元的钞票背后是什么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一美元的钞票上面写的是 In God We Trust 所以我们相信他 他可以相信神 这样子的一种系统打造了我们现代的金融体系 再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拿着钞票一开始觉得很方便 我们不用再带着黄金了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希望人类的生活可以越来越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人说 不然这样好了 你拿着钞票走到银行 或者拿着钞票走到某一些企业 他就可以跟你讲说 你把钞票先放在我这里 我在一个作业系统上面帮你登录 看看你是100还是1000 把你的钞票收下来以后呢 帮你在数位的账本上面登录一个数字 然后你不要紧张 任何时候你证明你就是你 你就可以消掉这个数字以后领回你的钞票 事实上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事情 在过去曾经发生过 而过去的那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过后政府说钞票就是钞票 黄金就是黄金 所以我们认为有某一天来临的时候 政府或者企业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不要再来印钞票 或者钞票印少一点 我们对地球比较环保 成本比较低 也不会传播病菌 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 中间这个右边的箭头可能就会被杠掉了 我们可能就正式进入了一个数字就是数字 钞票就是钞票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见证到中央银行数位货币 企业本位数位货币的时代来临下一页 而实际上这样一种系统并不见得比现在的世界更糟 甚至有可能更好 我们现在的形容系统就是左边这个世界 少数的人管理了我们的中央账本 不管是新台币日币或者美元或者黄金 到了区块链的世界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劳动所得记录在更多人的电脑里头 让这个账本由更多的人一起来管理 透过分散式账本的技术 许多的小矿工小村长们帮忙维系这个账本 谁到底有多少钱 哪个时间点又发生的交易 是由大家彼此的共识来进行记录 透过Internet来彼此同步 就不会有人作弊 也不会有人乱发货币 透印钞票的问题发生 我们认为这个新的系统 甚至有可能比现在的这个系统 来得稍微更先进一些 也更具备任性 下一页 事实上有了这个系统以后 就有人开始思考更多的新的应用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Vitalik Bukterin 他在19岁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电玩沉迷的少年 他曾经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 疯狂的沉迷于一个游戏 叫做魔兽世界 里面他其中一个角色 很喜欢的一个魔法 叫做红西法术 有一天早上起床 他突然发现这个红西法术的 这个魔法不见了 原因是Blizzard这家公司 认为这个魔法太强了 决定把它回收 这个孩子呢 这个非常的难过 这个他的自我介绍曾经说过 I cried myself to sleep And on that day I realized what horror centralized services can bring I soon decided to create 他发现一个中心化的系统 中心化的世界 可能会让他遇到 他无法掌握的现象 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被回收 任何一个法术 都有可能隔天起床以后消失 他希望打造一个 由大家一起去建立这个资料系统 数据系统的世界 所以他看见了区块链 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他打造了目前世界上 第二大的区块链网路 叫做Ethereum 也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听过的一个叫以太坊 而在以太坊的系统上面 他建构了一种新的合约模式 下一页叫做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s 什么意思呢 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 当我们的工作劳动所得 都成为了一个数位帐本上的一个数字以后 我们就有可能可以在这个数位帐本的系统上面 写程式来控制它 如果你觉得说这个程式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你就想象在数位的世界里有移动金钱的魔法就可以了 它可以自动的把钞票分裂 也可以自动的把它合起来 它可以自动的透过程式码的控制来移动这些金钱 事实上这种方法就叫做Smart Contracts 下一页 透过Smart Contracts的方法所建构起来的 是各式各样的Application 就像行动智能手机加上App Store 开启了我们一整个Mobile App的世代 Ethereum Network加上Smart Contracts 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Application世代 叫做Decentralized或Distributed Application 叫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式 也就是区块链上的应用程式 而透过这样的一种应用程式 我们开始遇见了一个爆红的产物 叫做NFT NFT这个听起来非常fancy的word 但现在听起来当然有一点宅 这个词呢 在2020年的12月16号 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一个叫Beeple的创作者 把他的JPG PNG的作品包裹变成了NFT 在虚拟世界里头贩售 一个晚上卖出了350万美金全球轰动 下一页 事实上很多人都还是在问说 那到底什么是NFT 其实讲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在过去的世界里头 大部分的币都是同值货币 就是所谓的Fungible Token 新台币 美元 日币 狗狗币 比特币 都是我的一块钱等于你的一块钱 你不会有人说 我昨天买到一颗超闪亮的比特币 他买到一定是虾皮上面的假币 或者有人说 我今天买到一颗超可爱的狗狗币 没有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在真实世界里 其实存在少量的一种类型的币 叫做非同值代币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叫做纪念币 我们每一年可能去排队买了台湾银行的生肖纪念币 就是一种非同值代币 你排队排到1号 排到4号 排到6号 168号跟444号 你在这个货币交易市场上面的二手价格不一样 上面印的每一个兔子猴子牛 可能还位置有一点不太一样 或者这个闪亮的程度不同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有人想要去收集它 想要去这个有特定的编号 事实上NFT就像一个区块链上面的纪念代币 它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 指向一个纪念的图形影像影片或者声音 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1985年 普普艺术大师Andy Warhol 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事情 他找了一个他喜欢的编号的美元钞票 一个美金 一美金的美元钞票 结尾是250C 在上面找了一个他喜欢的邮票 把它贴上去 他觉得好看 签上了他的艺术家的大名 走到邮局里面寄给他的朋友 寄出的时候盖上了一个时间戳记 朋友的邮局收到的时候又盖了一个时间戳记 这张钞票从此以后纪念价值完全不同 在艺术品交易市场上面价值超过100万美金 所以这个叫non-fungible bill 所以他的一块钱跟我的一块钱就变得不一样了 其实NFT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在区块链透过纪念的编号 作者的数位签名加上寄出的时间 去变成一个价值完全不同的一个纪念代币 下一页 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在思考各种不同的玩法 实际上发明NFT这个协定的团体 其实是一间加拿大的网路行销公司 他们认为区块链非常有趣 但是什么东西更有趣 人类的收藏行为更有趣 我们现在会收集宝可梦 会收藏油票 会收集球鞋 收集球员卡 但是过去在NFT的世界里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他就说 那不然我们用NFT的技术来创造一种东西 让大家在虚拟世界里来收藏好了 他们创办了一个叫做加密猫咪币 就是CryptoKitties Token的一个收藏平台 透过这个平台 他会定量的发行200万只猫猫币 每一个猫猫币上面的图形都独一无二 而且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 而且甚至猫猫币跟猫猫币 还可以生出小猫咪币 我们来看一下 他非常可爱的一个预告影片 下一页 每一只猫咪就会有独一无二的眼睛 嘴巴 薄色 等等的各种组合 每一个收藏猫咪的人 都可以从蛋里面 蹦出一只独一无二的猫咪 甚至还可能是非常稀有的猫咪 下一页 这个服务仪上线以后 造成了万宅空巷 所有的阿宅都跑到这个平台上面 去收藏加密猫咪 甚至一度塞爆了整个以太坊的网路 很多人就说 这只猫咪跟我家那只很像 这只有一个独特的纹路 以后一定很值钱等等 下一页 而事实上 在这个非常有趣的服务里面 在区块的技术里头 其实就是帐本里头的一页 这一页里头呈现的有一只猫咪 它的以太坊编号 Token ID是 1992283 就是整个区块链上的第199万2283只猫咪 而这只猫咪的诞生的时候 会有一个所谓的水单编号 或者帐本记录编号 叫Token Transaction Hash 这个很长的编号 就由设计师跟密码学家一起合作起来 把它变成猫咪的DNA 所以可能前半段的33 决定了她的眼睛是大小眼 44的话可能就是斗鸡眼 55可能就是凤眼 而结尾的93可能就是它的毛色 93可能就是米色 94可能就是黑色 95可能就是蓝色 透过够长的水单编号 就可以组成够多的猫咪的DNA 让每一只猫咪可以独一无二 非常不一样 下一页 而Beeple就用这样的做法 把它的作品 加上了这个独一无二的编号 以及这个所谓的区块链的验证 去发行它的作品 下一页 一开始它发行 也只是一个试验的性质 它把几张它的作品收集起来 牛杯比特币 太空人发掘以太币 跟皮卡丘爆炸血肉模糊 这些图片做成作品 包裹成NFT区块链的纪念币来发行 初始售价是969块美金 下一页 而一开始发售以后 在5分钟之内被抢购一空 每一张都发行了200多张 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抢到 所以在二级市场上面 这个价格猛爆性的成长 因为它的这个作品 跟它的创作内容 已经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甚至一度在二级市场的交易金额 来到了12万美金下一页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Google 到底谁是Beeple 为什么它的作品 一张JPG PNG 可以卖到十几万美金 很多人甚至发现 不对啊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些爆炸皮卡丘 牛杯比特币的图像 都是它在Instagram 这个社群平台 IG的平台上面 发布过的图片 我们可以萤幕截图 右键另存新档 就可以储存的图片 为什么有人愿意花 一千美金 一万美金 甚至十万美金来购买呢 事实上呢 这件事情非常容易理解 大家要做一个思想实验 我们看下一页 今天想象一下 你是这个阿拉伯的王子或公主 你穷的只剩下钱跟石油 然后你超级喜欢Beeple的 你说我买你这幅画不卖 我买你的这个账号不卖 我买你的公司不卖 我买你的人不卖 这个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阿拉伯的公主与王子 公主与王子 你肯定会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对他的爱 只能做一件事情 叫做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 OK 而你按赞的时候呢 你只能成为那十万个 按赞的人的其中一个 而你追踪他的时候 你只能成为250万粉丝之一 这件事情对于一个阿拉伯的 王子与公主来讲 可以说是相当的痛苦 这个时候Beeple 告诉你说 各位王子与公主 我决定跟我的经纪公司 一起发行NFT 透过我的区块链电子钱包的签章 你刚刚很喜欢的那张 爆炸皮卡丘的作品 我将把它变成NFT 只发行十张 而且我绝对不会再重复的发行 就像艺术家印刷版画一样 而且所有一切的 这个所谓的编号验证 发行记录 都是透过全世界第二大的区块链 以太坊来进行验证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疯狂的 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王子或公主 你有可能就马上买单了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爱跟别人不一样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 NFT的市场在初期非常好的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创作者的黄金年代 它很像一种超级斗内 叫Super Donation 如果现在这个市场 可以让这个直播的主播 这个有人刷游艇刷火箭 只不过为了成为今天晚上的刷榜 排行榜的前三名或者很多的年轻人 把赚到了钱放到游戏的世界 只为了那个黄金盔甲 而这些排行榜跟盔甲都只存在游戏公司 或直播公司的伺服器里头 他们都还是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应该有一点可以想象 要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 而且还能够被记录在区块链上面 而且还能够得到这个创作者的 亲笔验证在区块链的世界上面 某种程度是一种新的科技 跟一种新的应用 跟一种新的收藏方式 以及表达爱的方式 下一页 很多人可能还是有一点 没有办法接受 说我一样有一千万 我为什么不去买一张大师的作品 挂在我的客厅 我看得到摸得着还闻得到 在虚拟世界我买了Beeple的作品 我买了这些NFT 我看不到摸不着也闻不到 但实际上我们刚好来到了一个 虚拟比真实更有价的年代 不管是Gen Z或者是Generation Alpha 我们也确实看清了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 Twitter上面有两千万粉丝的 大V Gary V 是怎么说明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一页 刚刚前一页 然后播一下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说在疫情的时代里头 我们手上有很多非常棒的东西 但是我可能越来越少出门 越来越少人看到这些东西 你说我可以打卡 拍照自拍放到Instagram上 但大家不确定那些东西 到底是不是我的 或者是不是真的 透过NFT 如果我们收藏的无聊猴 价值千万可以拿来打卡 我们的Beeple NFT 可以拿来发文 而且还可以得到这个社群平台的 灰勾勾 黄勾勾的验证 一只价值千万的无聊猴 就一个黄勾勾 两只就两个黄勾勾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可以非常轻易的 在社交 数位社交的世界里 保持我的身份价值 各位可能觉得 你这个天方夜谭 都要是这些社群平台加入 这个东西才有细唱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假设 并不是明天 也不是未来 而是last month 从上个月开始 下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 Twitter已经正式的 公布了他们的服务 任何人只要每个月 付2.99美金 都可以在他的Twitter账号里面 连结区块链加密的钱包 可以把他价值百万 价值千万NFT变成他的 这个Twitter账号的头像 而且他会给你一个 六角形的钻石形状 证明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小段影片 下一页 这里面的每一个头像系列 价值都超过台币百万 你透过这种做法 你可以把你收藏的这些NFT 变成你的社交账号 你的头像 不管是无聊猴 不管是变种猴 来这些主要太空人 或者是Cool Cat 这个Clone X 可以继续音乐影片的声音 你就可以想像它是一个数位的奢侈品 数位的艺术品 数位的收藏品 透过社群平台来帮你验证你拥有这个事物 实际上这件事情 在我拥有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在家里 我却很难告诉这些社群平台 我的东西是真的 而数位的世界反而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情 你可能会觉得 推特全球三亿用户在台湾也没什么人用 对不对 全球可能排名前十名 还不够看 那这个够看了吧 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图像社群平台之一 Instagram 在上个月开放了全球一百个以上的国家的使用者 可以连接它的区块链钱包账号去展示它的NFT收藏品 比如说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买了Nike跟Artifact共同发出的一个虚拟角色的NFT 我发布了它以后 这个页面左下角就会显示一个数位收藏品 并且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勾勾 我过去在IG上没什么活动 所以互动量都很少 但我一旦发布了这个NFT以后 大家觉得太酷了吧 我的like数就急剧的增加 某种程度也带给了我一些社交成就感下页 而实际上线从上个礼拜开始 美国跟加拿大的Facebook使用者 也可以po出它的这个NFT 来作为它在Facebook上面的po文 所有的朋友或者是支持它的粉丝 都可以很轻易的查询到 这是它的一个宝贵的有价的收藏品 当它在选择发布收藏品的时候 过去所有发布过NFT的品牌或者杂志 我们Vogue也曾经发售过这个NFT的封面 而且把收入都捐到这个领务局等等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种做法 品牌过去所发布的NFT都成为这些收藏者跟粉丝 在进行它的社交活动 社交连结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实际上我们还是回来钱 1943年马斯多罗的需求程式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生活跟我们赚钱 我们花钱的目的跟目标 其实脱不开这五件事情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作业需求跟自我实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能够活得下去 不会渴死 不会饿死 不会被蛇跟老虎咬死 也就是安全需求跟生理需求 需要花掉我们的钱跟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 我们大部分的钱跟时间都花在哪里 花在社交需求 尊严需求跟自我实现 但是在疫情后的世界里头 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交需求变成虚拟的社交需求 我们的尊严来自于虚拟世界 我们的自我实现 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Who am I 也开始变成是在虚拟世界里头了 所以我们认为过去在真实世界里头 上面的这个黄金三角的消费 或者使用者的行为 很可能会开始移入右边的这个道三角 也就是虚拟世界里头 下一页 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讲 这个元宇宙 元宇宙是什么的时候 我认为其实元宇宙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 叫做我是谁 事实上元宇宙的经济的交流的来源跟目的 都还是中间这个英文单字 叫decentralized identity 在过去是identity 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 是由Facebook账号 Instagram账号来回答 而现在我们试着用虚块链的钱包账号 你所累积的NFT来回答 所以我们认为在元宇宙的商业世界里头 其实还是脱不开我是谁这件事 而周围所有一切技术 不管是数据 演算 NFT AVATA Cryptocurrency 都还是不断的来协助我们 行硕跟认定我是谁 不管是个人还是品牌 下一页 实际上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我在一个非常知名的 元宇宙的平台 叫decentraland上面的我 而我所收藏的不管是这个鞋子啊 帽子啊 耳环啊 其实每一个都是我的区块链钱包里头的NFT 我在过去这两三年在各个地方跑跳 我收藏到这个NFT 就可以让我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 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下一页 而实际上呢 所有的品牌公司 也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 发行自己的NFT 比如说这个帽子呢 就是我自己的社群 叫做第一道 所发行的一个特殊网帽 全球限量5000份下一页 那今天有一个special的offer 任何人呢 加入我的discord 留言台北时装周2022年 加上你的email 就有机会抽到 我的这个纪念元宇宙网帽 下一页 那实际上呢 这种制作这些虚拟纪念品 NFT 让别人的个人认定 变得不一样 这件事情越来越简单 下一页 实际上呢 在decentralang上面 去设计这些虚拟的商品 或digital wearable 都是变成NFT的形式 而且制作的方式 也非常的简单 你甚至不用安装任何软体 这是在浏览器上面的一个 web browser里头的一个应用 你可以上传一个 你设计好的帽子 不管是电通的帽子 还是我的社群 叫D道的帽子 你甚至可以逼迫这个虚拟的小人 做你喜欢的动作来看一下 你的设计到底长得好不好看 你也可以设定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状态 来穿戴你所做出来的这些 wearables item 下一页 实际上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将会越来越容易 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这个 元宇宙的世界里头来 我可能戴上了我自己喜欢的纪念帽 而其他人可能戴上他自己喜欢的猫咪头套 他甚至可以戴上法老王的会发光的一个面具 实际上在虚拟的世界里头 我们有更多的方法证明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下一页 很多时候有人问我说 那到底什么是元宇宙 我自己用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说法来解释 我认为元宇宙就是一个玩者为王的宇宙 他其实就是一个对个人品牌或企业来讲 他是一个更先进的可互动的粉丝专业大平台 现在的粉丝专业好不好玩 其实还不错 你可以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小铃铛 但实际上呢 对于次世代 不管去Gen Z或Gen A 这些所谓Alpha世代的人来讲 很可能这些可玩性都大大不足了 所以在未来的元宇宙 很可能是让他们可以跑 可以跳 可以换衣服的一个虚拟宇宙下一页 而这件事情也不是到此为止而已 有更多的品牌早早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已经投入进来 Nike实际上就是其中一个领导者 他们做了一个Clone X的系列 做了一万只虚拟娃娃 虚拟的角色结合了春上龙的设计 发行在区块链上面 非常非常的popular 全世界有超过5000个人 持有这些虚拟角色下页 而且这些虚拟角色在未来 还会有专属于这些虚拟角色的球鞋 帽梯 还有袜子 甚至还有这些裤子等等的这些装备 成为了Nike花了3000万美金 并购的第四个纸品牌 Nike Jordan Converse 以及第四个品牌 就是这整个虚拟偶像 虚拟身份跟虚拟服饰的团队叫RTFKT 简称RTFACT下一页 而实际上这些发出来的这些虚拟的纸娃娃 或者是这些虚拟的身份 也不是只是好看而已 它有可能可以成为这些收藏者 未来数位世界里头的身份下页 实际上在接下来你可能可以看到在Instagram上面 这些年轻人的po文都会戴上这些虚拟的头套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长相了 这就是我们可能看见的未来的IG上的样貌下页 而实际上我们作为长家 我们也可以利用非常简单的技术 去把这些人偶变成各式各样的样子下页 这是我的太太跟她收藏的Clone X 我还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她做出可动的虚拟的数位工材 在我们家的餐厅桌上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作 而这是我的我收藏的Clone X的虚拟角色 也变成了我在元宇宙里头的最新的分身 我也可以戴上虚拟头套来拍一个线动 我也可以把这个角色的资料分享给我的朋友 让他们来拍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样貌 让每一个人在虚拟世界里都可以成为我下页 而各位有来到现场或在线上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Snapchat的软体都可以扫描这个码 你就可以在Snapchat软体里头变成我下页 而这个虚拟的头套在OpenSea上面的交易金额 在下面价值一万两千块美金 所以当你变成我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很有钱 你买了这个虚拟的头套变成了我 而我的虚拟头套的这个角色越红越知名 很可能就会让我这个虚拟的角色越值钱 下一页 而在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虚拟的应用 结合这些虚拟人的角色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小段 事实上呢 这个Artifact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 让你在未来可以像纸娃娃一样 替你的这些虚拟角色来换装 你喜欢那一双虚拟球鞋 你按一个钮就有一双真实的球鞋寄到你家 让你可以跟你的虚拟角色穿同一双鞋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下一页 而实际上呢有更多的试验正在进行当中 Nike呢在上一段时间推出让所有Clone X NFT持有者可以兑换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在背后有一个AR这个Facebook或者是IG来拍摄 你就会长出一双数位的翅膀 可以让你在虚拟的世界里头跟别人很不一样 而实际上这件事情也真正刚开始而已 这件衣服呢很可能在历史留名 是地表上第一件NFT服饰 这是Dapper Labs也就是发明加密猫的这个团队 跟服装设计师合作 在The Fabricant这个平台上面所发行的 这个model实际上身上并没有穿这件衣服 是透过NFT加上扩增实际的滤镜才穿在他的身上的下一页 而这个平台呢在现在也开始更多的实验下一页 你可以在The Fabricant的studio上面呢 去帮NFT的人偶或者虚拟的偶像来设计各种服饰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自己喜欢的美感或者设计的sense 你就算不会写程式 你不会做很复杂的事情 你都可以在The Fabricant这个平台上面 去进行虚拟服装的设计 让这些NFT的持有者可以在元宇宙里头穿上它下一页 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简单 任何人只要会用Internet 会用滑鼠跟网站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建造下一页 那我想这一段呢 大家可以到这个The Fabricant的网站上面 你可以非常简单的 透过滑鼠的点击 透过色泽材质的选择 你就可以去建造给这些虚拟偶像穿的这些服饰 而每一个服饰设计出来 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变成NFT下一页 而实际上这个趋势其实不会停止 最近呢最热门的一个平台叫做Genius Genius呢正在用尽全力跟全世界最知名的偶像 Justin Biverland或者是这个Billy Elish合作 透过这些合作呢 把这些偶像变到元宇宙跟虚拟世界来 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帮这些偶像设计他的服装 设计他的发型 设计他的wearable 甚至进行贩售下一页 我也开始进入了这个元宇宙的虚拟平台Genius 创造了我的虚拟分身 还替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太阳眼镜 虽然现在没有发售 但是下一页我相信呢 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对这些元宇宙的平台 应用跟这些虚拟人分身的未来呢 多做一点关注 下一页 我们认为元宇宙就是最好玩的数位时代的宇宙 有各种好玩的工具跟方法 跟新的世代进行互动 透过这些工具 我们都可以用发展我们的创意 来跟他们进行更多好玩的世界 透过这些工具 你会怎么玩呢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开创 元宇宙的这些创意的新的未来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 谢谢 好 掌声谢谢宝博士 那这边我们现在是QA的时间 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的 可以让我们举个手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把麦克风 递到你那边 可以让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可是同时间我有问题蛮好奇的 因为我刚才有说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共识 才会形成一个 越来越多人加入的话 这个虚式才会成形 那我觉得刚才听得出来说 感觉我们还在凝聚共识的阶段 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讨论说 这到底是一个bubble 或者是像你说的一定会持续 那你怎么看这个风潮 甚至在台湾 因为像snapchat 或者是你的一些discord 我觉得在台湾相对来说 普及性还是没有那么高吗 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在台湾这边后续的发展 我认为目前非常幸运的 在台湾有很多政府的鼓励 加上很多媒体的加入 其实这个议题 相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 台湾其实走的是比较前面的 光是nft的交易平台 我们有lutex 我们有待会会 这个跟大家分享的 阿卡Swap 我们有张慧妹的演唱会 发行nft 让我们来做nft的纪念票券 还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包含这个时装设计师 子昕也曾经在阿卡Swap上面 发过这个虚拟时装的nft 其实nft是一个非常容易 帮助台湾把我们的创作 设计跟创意 迈向国际的一个平台 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 我们认为我们其实走得很前面 而且我们应该不要放弃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说 这个新东西可能会消失 它可能非常危险 但是我认为在国外 这些一线的品牌 Nike Adidas Stephening 其实都非常非常用力的 在做各种尝试 我们没有人知道 或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 但是我认为 在这样子的一个未来 发展的趋势之下 它应该会非常有趣 非常好玩 而且有机会让台湾的创意 被世界上的更多人看到 我们目前发展的很不错 我也非常的期待 在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新鲜的创意发生 那我个人好奇 您太太是被您推入坑的吗 我帮她买 带购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想要 如果说我们这种一般消费者 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能家里都会说 你干嘛买那个就看不到 所以你是有成功说服他 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这个 我自己的工作之一 其实就是发掘好玩的事情 那我发现 全世界最会玩的人 最厉害的设计师 甚至是在服装产业里头的品牌 时尚产业的品牌 就是最肯玩 最敢玩的人 都在NFT跟元宇宙的世界里头 所以我跟我太太申请的 这个申请书 填的不是买NFT 填的是我的这个游玩票券 所以开支需要她核准就对了 财务长 财务长 对对对 了解了解 好 因为我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点看不太到底下 有没有 同人想要发问的有吗 有 好 这边来 你先麦克风 先谢谢宝博士精彩的分享 那我是代表那个50岁以上的婴儿潮 的人来问一个问题 我不是阿法世代 就是如果针对50岁以上的这些 比较老一辈的人 那我们不是这个沙拉伯的王子跟公主 我们可能电脑设备也没有太先进 然后我们可能连IG跟抖音玩的也不是那么顺手 那有没有建议我们怎么开始踏进这个元宇宙或是NFT的领域 谢谢 谢谢 非常非常棒的问题 其实您也客气了 这个Vogue算是亚洲第一个发行NFT的杂志封面的单位之一 第一点我想要讲的是在元宇宙里头 大家都是18岁 没有人真的很熟悉元宇宙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每个人在里头都是18岁 都是一个年轻人 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确实理解元宇宙现在的门槛相对的比较高 使用性很不好 但是请大家回想一下 早年我们第一次播接上网 早年第一次设定email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会记得一个叫POP3 SMTP 有一些非常多神秘的数值需要设定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接收一封email 但是在现在你只要买一台iPhone 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很容易的收信发信 我认为现在的元宇宙或者所谓的区块链的世界 还在90年代的早期 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对比 1994.2017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会比较痛苦 但是会得到一个好处叫做前期红利 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是在十年前 当大家都还搞不清楚IG是什么 当大家都还搞不清楚YouTube的频道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用心的在里头去做内容 做实验 我们可能就可以更早期的累积到这些追踪者 订阅者跟粉丝 所以当然我们认为对于不熟悉这些平台的人 我们可以等他成熟一点再进来 但是我认为早一点进去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前期红利 那当然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交流跟合作 我们可以更容易的以年轻人的姿态一起集结出现在元宇宙的世界里头 我认为只要进去了大家都可以非常非常容易在里头进行互动跟交流 以上是我简单的回答谢谢 好我们掌声谢谢宝博士精彩的分享 我个人觉得收获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很多时候会做的人或者是懂技术的人不见得会说 但是我觉得非常浅显易懂 然后用已知的概念让我们更加了解 可能比较很多人相对陌生或甚至是未知的元宇宙还有NFT 那么第二位讲者原定刚才是也是提到 在台湾NFT发展非常重要的Lutex的执行长 还有共同创办人吕继杰Justine 我因为他今天因故没有办法到现场 所以我们这第二位讲者也是非常非常感谢他 真的是另一位说明一口就答应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是AKA Swap艺术总监王兴儿王总监 他先前的Good Vibrations让他成为台湾第一位 登上NFT艺术殿堂Artblocks的台湾人 那么这一次呢他会在线上加入我们会 他以一个艺术家还有平台的角色来分享NFT 多重元宇宙的线上策展 还有其他更多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可能性 我们掌声欢迎总监 Hello大家好 那请问大家听得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 ok好 我今天的主题叫做NFT的多重元宇宙 线上的策展与应用 然后我会从台湾的艺术家出发 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的冲作者 是如何在这两年这种NFT风潮震热的时候 然后以稳扎稳打的方式 然后在web3里面 然后发光发亮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啦 我大概是2010年从台北艺术大学毕业 然后数字班毕业 然后再从2010到2022年之间 我都细称我在台湾进行walking holiday 有人就会说walking holiday不是只说到澳洲 到纽西安 然后去打工换 换度假吗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的原因是我认为啊 我每当我到台湾那家公司工作 或者是到某个地方 然后教书的时候 我之前在台北艺术大学 然后在台北科技大学都教过书 我认为每当我工作到一段时间之后 我应该是说我赚到一些盈语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就说啊 那我先这个工作先不要做了 我要回去做我真正的事业 什么事业呢 艺术创造者的事业 所以从2010到2020年之间 其实就是一直大概往反满步步的 大概两三次就是先赚到钱之后 然后回去做艺术家身份 那也因此有一件事情就被彰显出来 就是说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 或者是在全世界 你想要用新媒体艺术家 New Media Art的方式来谋生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困难的 那甚至是如果你想要做是纯的 纯的也好笑 纯的New Media Art 就是说你不是做商场上的运用 例如你不是做把握公司的展间 你不是做大型的装置的话 那不管在全世界 或是在台湾都屈指可数 因为作品非常非常难点藏 非常非常难卖 那就我所知道 我甚至在如果是回到两年前 你要我打一个做纯的这种New Media Art 能够模式的艺术家 全世界可能不到五位 真的不到五位 因为多数都是当教职 或者是就是在做大型的机构 那也因此 我跟宝博 刚刚宝博有Cue到了 我跟宝博认识当年十年 所以帮宝博在2017 2018年在玩家密贸的时候 我整年就在脸书上面 看到他在推坑 那当时我就很好奇 但是我一直没有有勇气加入 可是到了大概是在2020年年中左右 2020年年中左右的时候 宝博跟他太太就真的是 就把我押到一间咖啡店 然后就说 阿乱你真的不行 你是做New Media的人 那现在NFT当时 正准备要开始发售 他说他建议我 在此时此刻 无论如何 一定要写很多信 去国外的所有平台 然后介绍我自己 然后并且说 并且提供一些你自己的创作履历 这样 那我其实就照做了 那也因此在2021的 这个7月份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这个全球知名的 这个Rblock 这是一种深层式艺术的 平台的邀请 然后发行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去年 其实有一波 一波狂潮 叫做NFT之下 在当时 以Rblock这个平台而言 当年的 7月份跟8月份 7月份而言 他的平台上面的销售金额 艺术品的销售金额 就超过5亿美金 那我其实就是 如同刚宝伯所讲的 就是先驱红利 我在2020的时候 早了一年之前 就开始去 写了信给平台 那当时平台最终 他们也过了很久之后 他们才联系我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一件事情能够 能够结果时 他一定必须要 在更早之前就播种 那也因此我们 我跟AkaSwap 我们的平台也是 这样的原因 大概是在2020的年初的时候 打算打造一个 以亚洲为基地 以台湾出发的平台 来帮助更多的 艺术家商店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刚刚这是Good Vibration Good Vibration 是我在2021的时候 的7月份发行的作品 那当时因为我刚刚讲嘛 就是完全在风口上面 所以我觉得很像是 风口上的诸位 被吹上天 那我觉得吹上天都只是客气化 其实以当时的狂潮 就是整个人被喷上火星 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 自己有别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 自己做个平台呢 的起因也是在于说 我在当时记得这么多信 这么多信 就是说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我发现国外的平台 当时不怎么理你 我举例来说 我在2021的时候 发行了一件作品 在Foundation 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 申请到Foundation的账号 我是透过了好多好多朋友的邀请 然后最终才拿到Foundation的许可 就是你想要进入这个平台 可是平台未必需要你 以当时而言 其实所以我发现 很多台湾艺术家 新媒体艺术家 当时就很着急说 那他到底该怎么样 可以加入这个世界 但其实都是没有任何途径跟管道可以进去 那也因此 我们就发起了 我们就一群好朋友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好朋友 我们就集结在一起 那我们重新的打造了一个平台 那这个链 我们打造的平台 在发行的链叫做Tesos Tesos有便宜以太坊 以太坊现在已经是POS了 那Tesos打从它在2017年 这个链开始营运的时候 它就是POS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POS跟POW 像早期的比特币 现在的比特币也是 跟20跟9月份之前的以太币 其实都是透过挖矿 那挖矿就是必须透过显卡 透过CPU透过GPU 去努力的解数学习题 然后来作战 那也因此其实是真的 当时是真的蛮不环保的 因为它制造了很多多余的能源的消耗 但Tesos它就是 Tesos它就是号称所谓的Clean NFT 因为它是透过质押 以及就是链上自己的方式 如果我今天要获得 记账的权利的话 它并不是说透过说 那我必须要去解数学媒体 不是 它有点像是代意式 民主自己的方式 然后来评选出 谁是可以成为记账者 那也因此 当我们在思考说 AkaSwap应该在哪个链 来发行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了全世界公认的这种Clean的 清干净能源的区块链NFT 那我自己也有个经验 我在2021年Foundation发行作品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上架备用 就将近要三四千块台币 我还不知道我作品卖不卖的出去 我就被收了这么高额的手续费 高额的Mint铸造费 那当我作品发行完了之后 我又被收了好像是15%还是10%的手续费 也因此当时的以太经验 对我来说是相当的可怕了 因为我可能好不容易赚到台币一万块 可是最终到我裤带的时候 可能只剩四千 那这样子好像就跟传统 Web2世界的画廊跟艺术家关系 有点接近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以太实在太贵了 它被号称成 号细称成贵族链 但现在以太越来越好 因为它现在转成POS了 那也因此 我们在7月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简单友善公开的绿色NFT平台 那我们当时也撤了一个展览 来帮助很多艺术家商店 那这是我们目前跟全球的一些 不同平台之间的合作 那包括我们跟Tesos Foundation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Tesos这条链 上面的官网上面 把我们清楚的列载出来 我们是台湾的合作伙伴 然后以及就是以一条区块链而言 它必须要有很多种不同的服务 像我们会有什么NFT的Marketplace 或者是做一些DeFi的一些金融的 金融的产品的交易 以及一些各种包含教育推广 那对我们而言 我们的身份就是 试图将台湾 或者是亚洲的艺术家 然后推向国际 那我们的平台有哪些特色呢 那在讲解平台特色的时候 就会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如何去用元宇宙的方式 去做各式各样的策展 那我们首先我们平台有一个东西 我们平台是一个开放性平台 也就是任何人你都可以上链 而且上架作品的手续费 可能不到台币一块钱 就零点几块这样 那第一个我们有专业策展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NFT 你会不知道说 你到底该相信谁 你该买谁 那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找了专业的策展 办了这档展览 那我们就邀请台湾很多 知名的艺术家来发行作品 在2021的7月 不管是录像艺术 甚至是3D雕塑 audiovisual 声音艺术 以及motion graphic 然后甚至是手绘动画 当时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 那以及呢 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说 我们想要试着将 因为最终在我们如果相信 我刚刚讲是多元宇宙嘛 你的NFT的商品 不能只是在你的平台上面贩售 它必须要流通到全世界去 也因此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当你在AkaSwap上面 铸造一件作品的同时 你只要铸造完在AkaSwap上铸造 你就会在全球的Tesos的平台 在第一时间同时上链 那这是很重要的 你甚至可以在AkaSwap上 上完价之后呢 你到Rarible 你到OBJKD去买卖 那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来说 AkaSwap 虽然说我们常说我们是一个平台 一个platform 但我们甚至更甚至是 我们只是一道元宇宙的一道门 然后来帮助你们进入到 元宇宙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数位资产是 第一时间你只要上架 你就可以流通 流通到全世界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而言 然后我目前 其实我自己买卖作品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以 都是以全球的这种经济市场为主 那过往也有一些 很重要的知识经济学家推估说 如果一个创作者 你有将近一千人的支持者 在支撑你的话 你就可以谋生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 台湾的市场不够大的时候呢 透过我们的这种区块链技术 你可以卖到全球价 卖到全球 那专业的主题式策展 还包含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种 不同的策展方法 我们最近啊 就在跟即将10月21到24 在台北举办的 这个台北艺术博覽会 展开合作 我们让传统的艺朗 然后透过我们的手把手的教学 然后来帮助他们的艺术家上链 然后我们帮他们做了一个 有别于这种开放视频平台的 一个页面 然后他们的商品 他们的艺术品 就能够被更专业的被露出 这就是我们跟台北艺术合作的页面 所以说艺术家 艺术家的作品 跟艺术家的 个人介绍 都会完整的被自导在区块链上面 而且它不只是一个2D的展示 假设我喜欢这件作品 我想要看它在3D空间 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们只要点选 我们就可以到 所谓的Metaverse 到一个3D的虚拟空间里面去感受它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拉近了画廊 跟它过往长家之间的距离 因为过往长家很可能比较习惯 就是知道说摆在家里 或是摆在一个空间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同样的把这件事情补足 那专业性策展 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我们整合的虚拟跟现实的观想经验之外 那我们同时之间也帮艺术家 用区块链 用所谓的道 去中心化组织的方式 来让艺术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受众 然后产生共治 然后产生一种新的经济规模 那同样的这件事情是以智能合约为主 然后去把这件事情组装在一起 我组一个例子 像在我们平台上面 你可以看到后援会 艺术家可以组装自己的club 那举个例子而言 这是在旅居纽约的艺术家林一文 林一文他就可以在 他可以成立一个 透过智能合约成立一个俱乐部之后 他的粉丝们可以质押代理笔给这艺术家 那也因此 当他质押完之后 艺术家就可以给他一些分配的任务 例如他说 我们最近我们知道市场怎么样 那大家可以到不同的social network 去帮我们分享作品吗 我自己最新就很深的感触 当我的推特人数 追踪人数在6000以下的时候 其实我每一次贴文 就会获得大概将近50到100个赞 可是当我突破6000之后 很奇怪 就是每当我要做一个推文的时候 他就发现 怎么只有十几二十几个赞 因为我们被中央的平台 就是所谓的这种 就是这种web 2.0的平台 像推特脸书都是 他把你锁了你的所谓的曝光程度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艺术家俱乐部 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 那艺术家可以请他的这个holder 或者是他的collector一起帮忙 帮你转贴跟分享 那我们就可以逐渐的摆脱这种中心化说 决定说谁能够曝光 谁不能够曝光 那这些东西 艺术家跟厂家的这种关系 都被绑在智能合约之上 那它就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体 跟经济模式 有别于现实生活 我们都是遵循智能合约 然后去实现我们自己的 双方的这种利益 那以及我们也有推行了 大概三个有趣的专案 那第一个专案是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Testaran这个专案 Testaran这个专案是在 也是在去年 大概11月的时候 我们发行了一个专案 它总共推行了12只不同的动物 那每次动物都是 就像CryptoPunk 像BLY是一样 都是头像系列的作品 那它有趣的是 我们找了就是 第一个登上纽约时报的 插画艺术家川贝姆 然后跟Aka Swab合作之后 我们生成了这一些作品 那这些作品有趣的是 是在于说 它的每一只的动物 其实它后面都还有很多 很有趣的被智能合约 所限定的功能 例如它可能跟 自理代币有关系 然后它可以产生很多的 跟社群之间的互动 透过社群来治理它 那我们来进来看看 这是我已经登录了我的账号 那假设我登录账号之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说 你的钱包底下 有这些 这些不同的卡牌 那这些卡牌都有不同的作用 例如来说 例如假设说 我今天想要将我的这个NMP 变形 将它产生新的质变可以 那透过智能合约的绑定 其实我们就可以让你的 你本来的profile picture变形 那甚至呢 你想要说 那我觉得 我觉得NFT如果都只存在在线上 太可惜 能不能被实体化 也可以 我们产生了新的模式 我们可以透过合约的方式 然后将你的NFT 从虚拟的世界变到现实世界 然后透过这种方式来营运 那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那我们也透过这种 甚至是我们给这个长家们 专属的策展空间 你是长家的同时 那你也是一个策展的 你可以在你的空间里面 将你的作品摆放出来 就如同我们刚刚在台北 艺婆看到的虚拟展间一样 这是我们去年在 去年发行的一个专案 那在Taxos店上面 曾经一度排行榜在前三名 那以及刚刚如同宝博士 所介绍到的 我们也跟张卫妹合作 发行的Mai宇宙的这个专案 Mai宇宙他是跟张卫妹 以及这个Do Something Studio的 王中心导演共同的合作 那阿妹当时就说了 阿妹他就说 他很喜欢他的粉丝 那每一次他的演唱会的时候 他都会送给粉丝礼物 那这些礼物都是张卫妹 就是非常的百分百 想要让粉丝带回家 所以这次专案底下 张卫妹的NFT 就是只送不卖 而且这个送 他并不需要我们传统的NFT的技术 是叫Clan Clan是需要挖瓦斯费 厂家需要费用 没有张卫妹直接空投 也因此 就是很像是张卫妹的礼物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他的阿妹的粉丝们 就可以未来可以 也许有机会 透过这个NFT 然后进入张卫妹的专属 他如果假设 未来他想要成立俱乐部的话 他就成为了一种 新形态的品证跟门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系列的作品 他找了很多艺术家合作 一些艺术家合作 所以如同刚刚的TTTM而言 他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 这种造型 包含手绘风 那包含3D风格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 思考的说 为什么Profile Picture 就是PFP的 这个NFT学 他会影响到 他会造成那么大的金流 的原因在于说 他其实就很像是 白花脸就很像师子会 或者是高尔福球俱乐部 他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透过一个象征 去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一种 粉丝力量 那我们知道粉丝力量很精人吗 不然不会包含那个Twitch YouTube的直播 打赏这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或者是在这世代的观者 我们很习惯的 愿意去抖内 支持那些有创意的人 那怎么样把这些人 聚在一起呢 我认为Profile Picture 就是一个有效 链接他们的方法 那以及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也是透过 区块链的策展方式 所形成的专案 那这些专案都可以让你的NFT 不只是一张JPG 因为我们最常听到 大家都在台湾说 你卖得掉的叫NFT 卖不掉的叫JPG 但大家可以看到 打从我们刚介绍的专案 各种各式各样的策展而言 它的每一支NFT 都背后里面都被智能合约 所赋予的非常非常多的 有趣的赋能跟功能 那这个专案是非常非常有趣 它也是即将发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页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案呢 这是跟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25、6岁艺术家 叫做Fonti Svich谢真 那它打造了一个很有趣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的建筑物 所有的街景都可以跟长家互动 那也因此在这个计划底下 他们就发行了 例如我发行了街景 例如这个街景可能是空 空无一地的荒野 然后可能是平原 可能是道原 那第二波它发行了 各式各样的建筑物 可能是城堡 可能是高楼大厦 甚至很像是李士尼 或者是好莱坞动画里面的 有猫咪耳朵的房子 各式各样的 然后各式各样的物件 重点是它可以让这些不同的NFT merge 就是NFT跟NFT之间 有点像变形之间可以结合 那要人做到这件事情 它本质上就不会是JPEG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实验merge一个结果 那这个东西都是 都透过即时的方式来生成的 那我们产生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会是怎么样的东西 那包含音乐也是 它的每一个场景 都会对应它专属的音乐 那这个音乐也是生成出来的 就是我们请的 佩瑞佳跟作曲家 然后重新去组合 它的调性跟调式 然后跟它的节奏 所以刚好这个扇窗户 就是一个圆形的窗户 那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 那未来长家们就会透过 收集不同的物件 然后去重新生成一个 专属于自己的旅程 对我们来说 NFT它不只是一个 不只是一张JPEG 它更可能是 它跟长家之间 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很像 是你写自己的日记 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它满足了金字塔 最高的上层的 人类自我实现 跟自我满足的条件 以及啊 就在刚刚那个计划里面 我们还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只有街景嘛 那我们邀请了很多 国内国外的艺术家 来进行什么 二创 二创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我上传 我就画一张图好了 假设我今天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在 我可以自己啊 自己画了一张图之后 假设我画了一张图之后 然后呢 我可以干嘛呢 我可以未来啊 可以将它铸造上链 就是说 你的 你 你 你虽然是长家 但是 你可以将你自己的 绘画的心血结晶 结合到你的NFT里面 那也因此 他甚至这个NFT 可以成为 就假设我真的要求婚 我在我的这个NFT里面 写上我对我的女朋友 我对我太太的感谢 那有可能是一个礼物 送给我的 重要的老师 那NFT它成为一种 记忆的载体 那这种东西 都是有别于 现在市场上面的JPG 那AkaSwap 找不同的艺术家 合作产出的一些 有趣的结果 这是不同的专案 那 以下还有一些 更多有趣的案例 我今天就会跟大家介绍 各式各样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 我们跟台北科教管的合作 那台北科教管 在去年的时候 办了一档展览 叫生物多样性 NFT寻宝大作战 在这档展览底下 科教管在他们的展区 的展览空间里面 就是藏了很多神秘的关卡 民众啊 小朋友们 必须到现场参与 这个关卡之后呢 他就可以被免费的 空投NFT 那这是他被空投的NFT 他是属于3D的model 所以他是给 不管你在你的手机 在你的电脑上面 你都可以随意的拖拉 然后缩放来观看 观看你所收集到的谷歌 我们设想的一个情景 就是说 假设在不久的将来 很可能就是半年之后 每个小学生 比较小学生可能太小 每个中学生 当他有手机 他可以到美术馆 去clean 去免费的收藏 一些艺术家所释出的产品 那假设老师就说 那请你到美术馆 去观赏作品之后 你可以把这NFT带回来 你可以放大手脚观看他 但某个同学 他可能到了动物园 所以这样的场景 有点像是那个 我们在看那个宝可梦 怪兽不只是对答 怪兽还可以交换 你的NFT可以成为一种交换 你的NFT 不只是一种数位资产 它可能是一种 聚配人文风景 然后学识背体里面的一种 的物件 它是可以产生教育作用的 那我们跟柯教馆 这个合作里面 就发行了这些NFT 来让小朋友们带回家 都是免费发行的 那以及 那我们也有很多时候 是跟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 这个更多的金融化 我们认为 像是时尚产业 或者是 歌手艺人 都是很适合的一个对象 我们除了跟阿妹合作之外 我们也跟阿报合作 所以在阿报的演唱会 的这个现场 或者是他当时 所发行的NFT 就可以透过这个收集的过程 那可能是一些解谜 那可能是一些 卡牌跟卡牌之间的一些连结 因为像是我们以前 在玩魔法风云会 或是宝博所讲的玩宇宙 一些游玩的过程当中 那你就能获得特殊的卡片 那举例而言 那当时持有这个可能 那个阿报的女神卡的人 就可以去看他彩排 彩排是整场的彩排 我们可以让NFT 它的负能 不只是在存在在虚拟上面 也可以存在在真实空间 它就成为一种 而新形态的一种 所谓的通行证 这都是一些 各式各样有趣的案例 那去年 去年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是我们跟当代博物馆 台北当代博物馆的 合作的一个 的一个NFT 我们来看它是长什么样 它其实是一个票券 它是一个票券 那这个票券 它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每一个长家 当他持有之后呢 这个票券 涨得都不一样 这个票券涨得都不一样 那我们real time来看 它就会开始loading 它就会开始说 那现在它就会开始想想说 它首先它会查看说 你的钱包地址是哪里 那以及就是说 它可能对应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它就生成出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种 生成式的NFT给你 然后你当你进入到票口的时候 你就会透过打开这个票券 然后给 给那个票口 它就会入场 那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也跟台北一博有 有合作 不好意思 我的连结开太多 这是今年台北一博的这个票券 那因为我持有嘛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点选的方式 可以来跟它产生互动 那这样有趣的方式 你看当我今天取消连结 我连结不同的钱包 或者是像我现在是没有登录的状态下 它就长出自己的样子 那我登录个新的钱包 它就长出新的样子 那NFT当它成为一种新形态的票券之后 它有什么好处 举例来说 我今天假设我买了一件 假设买了故宫的年票 那故宫的年票 假设它是这样讲 它说每个月你可以看三次 可是假设我今天就是看了 看了两个月之后 我发现说故宫这档展览 我已经不想再看了 怎么办 你买了年票 在真实世界里面 当你买的票券之后 是很难转换你的权限的 可是透过NFT的方式 我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面 不管在AkaSwap 甚至你可以去 假设今天我们发行在宫殿上 将它发行出来之后 你也可以在全球不同的平台上面 买到故宫的年票 甚至以后假设我一个场景 你要去买伦敦的大多位 或者是伦敦的美术馆 泰特美术馆 或者是中央美术馆的时候 你就可以事先 先把在台湾的这一方 就将你的票券买齐 那这都是我们所设想出来的情境 的原因是在于说 NFT的流通性 比真实世界的某些东西 来得更好 然后它更安全 那当然有很多 很有趣的社群互动方式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知道 假设你要 假设你要将你的这个 将你当一个艺术家 发行完NFT之后 你必须要让你的东西 进入社群 那你就必须采取 很多有趣的手段 以当时这个 Testalen发行的计划来说 我们就发行了二创计划 那这个二创计划 就会让 让厂家们可以参与 这个创作过程 它的本来的profile 是长这个样子 可是当厂家 当他持有这张NFT之后 他拥有了他的一些授权 那他就可以自由地 将他变成各式各样的3D动画 那这个3D动画的权限 都属于后来的创造者 那以这个艺术家而言 他就将这个小猪 这是一个印尼的艺术家 他就将这个 这是川贝姆德本来的猪 他就将这个艺术家 变成一个 以印尼的传统的这种 戏友或人偶 或者是角色 然后变成这种 他在吃一只猪 就不同的国家的人 可以参与 共同参与你的计划 那有些艺术家 甚至将它3D化 这都是社群里面的 共玩的成果 更多的是 我们的策展页面以下 还有更多跟时尚 跟流行的合作的案例 甚至跟学校的教学 我们之前也有一档展览 就是跟刚刚的Claudia Wang 就是这位设计师 我们来看一下这档展览 同样的我们会认为说 认为说 设计产业跟艺术产业 其实应该是NFT的 第一个最快会面临到的 一个他可以受益的产业 那怎么样受益呢 我们会知道 服装设计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pattern 那我们可以找 深层式艺术家 跟这些服装设计师合作 将这些pattern导入 那这都是可以合作的方法 跟方向 那Claudia Wang 是在去年的时候 在我们平台上面 发行的这个NFT 那展示出 他对服装的想法 跟设计理念 我们的策展方式 有很多元 那最新也跟了这个 印尼的这种 印尼的这个 印尼的 印尼的NFT单位 以及他美术馆 举办的这种 跨国级的比赛 他叫做 R-Prize Moment 他是跟 雅加达的这个单位 那我们同时之间 也快速的支持了 印尼文 快速的支持了印尼文 对我们来说 我们认为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做 AkaSwap 因为我们认为 其实 真实 我们相信 真实的创作者 跟真实的能量 很宝贵 但是他们进入区块链 或进入NFT 必须要有人 带着他们走在一起 那AkaSwap 就是以这样的目的 为设立的 所以 以我们而言 我们就跟印尼当方 印尼 他们当地合作 然后举办了这个比赛 来鼓励更多 跨国级的艺术家 能够上一件作品 那目前 国际真剑 也超出了 100多件作品 已经有100多件作品 在参与这个竞赛 那这一赛 也还在持续当中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主题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NFT 它其实就是建构 元宇宙的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我们这样想象好了 在一级玩家的世界里面 其实当主角 掏出一把枪 然后掏出一把服装 这是掏出一支钢弹 它都是有所有权的 所以 假设未来的元宇宙要成型 其实对我来说 并不是VR技术的成型 的成熟 或是AR技术的成熟 反而是 区块链经验的成熟 那 你说那链 会造成什么关系 对我们来说 我们相信 不久将来 跨链的服务 以及跨链的技术 就很像是 你现在其实不太会在意说 你在虾皮上买到的东西 是在虾皮上买到的东西 比较好 还是PC用上面买到的东西 比较好 你最终在意是 那个东西本质好不好 我们会回头来看 这个东西的本质跟特色 那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教育跟推广 然后让台湾的艺术家 让亚洲艺术家 能够用正规的方式来上业 那这也是我们 打造这个AkaSwap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王总监的分享 也是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是QA 所以假设您有 想要发问或想要交流的话 可以举手让我们现场的同仁 把这个麦克风递给您 那在此同时 王总监刚好喝口水 想问一下这个AkaSwap取名 有没有什么 当初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缘由 其实有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叫做AkaC交易 AkaC交易就是说 你不管是在生前或在死后 它会将你的生命中的一切事物 不管好或坏 然后记录在某一个条件 或是一件事情上面 它成为你生命的证明跟记录 那所以我们取AkaC交易的这个Aka 然后我们就是说 我们一样的把未来 创作者 未来所有的有艺术家 他的心血结晶 然后透过Texos的链 然后一起把它都积一下来 然后所以我们叫做AkaSwap 好 好像有一个现场的对 来我们跟总监 好 新人大大你好 我是那个 我自己有在做 区块链的节目 然后我自己也是在 因为NFT 所以我进来区块链的世界 对 所以针对几个 就是刚刚分享的我 其实就很兴奋 因为我非常非常艺术 我也是为艺术而活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 一开始进来区块链的世界 我可能觉得说 它是一个 就是可能投资或投机的世界 尤其亚洲的市场来说 那我自己 在真的踏入来 这个艺术跟区块链的串联之后 我发现其实它有很多的体验跟 可以更加强在艺术上面的永续性跟串联 所有 不管是粉丝或持有者 然后跟我很喜欢的概念是刚刚提到 就是那个美宇宙的部分 就是那个把中心化被动式的管理 到分散式的推广 然后跟二创的价值 跟尊重一级的版权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做艺术这一块 能够就是一直很 就是好像是 这是我们使命的感觉 对 那我有一个问题 比较现实层面想要询问的是说 就是因为有一个是那个 Texozen的 就是那个每一只动物都可以变形嘛 从虚拟到实体的方式去做营运 那因为我自己的话是 我不管是NFT或是实体的方式 我都很喜欢 那到底要怎么样 因为毕竟已经去中心化 毕竟已经连接去中心化钱包了 这个东西是脱离我到底是谁 持有者是谁 那我要怎么寄给这个人 做实体的就是收藏 好 在我们的举例来说 你是一只某一只动物的持有者 假设这只动物是老鼠好了 那我们会知道这个老鼠的 他的持有者的钱包地址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说 这个老鼠的持有者说 我想要将我这只老鼠兑换成一张画作 那我们就给 他必须就是说 我们就会写出一个新的智能合约 你必须要签署说 你是谁 那你的地址在哪里 那我们会去审核说 你的ownership是否跟这个NFT的人 是同一个人 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就有办法将真实跟虚拟 整合在一起 我们就有办法知道他是谁 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 长假说 我就不想要露脸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是谁 我就是默默的支持你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 因为其实最近也很热门的条件 就在讲说 西西林 也就是说无版权时代家 那阿卡索尔巴的特斯大人 并不是无版权 但是他是所谓的 就是尊重 就是所谓的长假权利 长假其实可以将自己的NFT 进行二创 并且进行商业贩售 这都是长假所赋予的权利 在特斯大人这个计划底下 所以你自己来列印 也是完全被许可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幻想一个画面 就是说 假设特斯大人 在随着时间的 随着时间过去之后 他越来越蓬勃发展了 那他很可能 他很可能被更有效的利用 更推广 那反而可以让这个族群 更加的壮大 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个权利 给了长假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 如果你愿意将你的这种 Royalty 将你的东西释出 给更多去中心化的 这种方式来经营的话 我们相信 他长出来的世界 会跟原本的世界很不一样 这是我们中心的信念 所以我们就释放出了 我们的权利 其实总监跟刚才的提问 让我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说一个新的地方 比如说上链之后 他面对的是全球的受众 可是同时间他也面对 对于创作者或艺术家来说 他也面对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 跟他一起同一个场域较劲 甚至某些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在实体世界 已经很有名望的艺术家 在这个场合当中 那个游戏规则 或整个他的销售状况 不见得是可以复制过去的 那你对于想要这个重新跨到 从我们说从实体跨到虚拟 或者要跨入NFT这一块的 比较厚劲的艺术家或创作者 或者你刚才提到 很多艺术家他都被二创 甚至共创 可能对他来说 以前是完全无法体会的这个概念 那你对于这些新进 想要跨来的艺术家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他可能怎么样 比较胜出或比较容易被看到 我常常被问这个问题 然后很多都是我以前的老师 就是美术学院的老师 大牌的艺术家 我都跟他们说 就是目前能够在NFT上面成功的艺术家 我们讲行为艺术教母玛丽娜 他前阵子也在Texos上面发行NFT 那他卖的也还不错 那为什么一个 一个做行为艺术的艺术家 能够发行NFT 来被他的 被民众所收藏呢 并不是在于说他是玛丽娜 他本来在现实生活中做的事情 而是玛丽娜 他本人很积极的参与了web3的新的世界 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去讲说 去中心化治理 以及相关的这些包含若若体 或是艺术家权限 他如何改变这整个世界的一些过程 所以对我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后进者 然后你觉得NFT很好玩 你想要愿意加入这个世界的话 第一个 你先必须要乐爱这个世界 而且你很认真的想要参与其中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术语 叫做所谓的你的链上的声誉 就是你的这个 像我的我是阿乱 那我有很多address 就是我的钱包地址 你的每个address后面的交易记录 跟你的所有的行为过程 他在若干年后 甚至是也没有若干年后 因为区块链一天如同一年 他的这些记录 任何人都可以在区块链上面被审视 所以说你如果愿意想要加入这个世界 你必须首先先爱这个世界 你必须参与这整个链的进行 然后或者是参与链上面的活动 那很多时候像以台湾艺术家而言 那我们的平台的作品 一推出就是即将迈向世界 他的确会受到全世界的这种竞争 那平台就很重要 我们平台就有专业的策展空间 虽然说你是任何人都可以上架 可是我们也同样赋予了一种 就是透过平台式的策展 来帮助好的艺术家 能够在全球视野里面被呈现 我们之前在Aka Show上面有几位艺术家 包含了那种 有个艺术家叫小安 他的作品就被OBJKD看上了 就登上了全球最大平台的首页 那这种方式都是透过平台的力量 然后可以让你的 其实我认为虽然除了平台之外 社群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平台来做了一个智能合约 叫做Artist Club 艺术家可以组织 组装自己的社群 然后来让社群跟艺术家共同成长 然后透过智能合约的绑定 那这种方式是我们更认为 一个艺术家能够在web3的世界里面成功的 他必须有别于过往的这种 我们在讲web2的经济体系 你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你将你的权利就交给了一个画廊的精灵 然后你就觉得你的东西卖得动 我们是更相信是说 一个艺术家认真的进入web3的世界 但同时间你可以找线上的专业的策展艺朗 或者是实体的艺朗 他认真的进入加密世界之后 他们的过往的经验跟方法 更能够帮助这艺术家 在web3的世界里面发光发亮 这是我们很忠心相信的事情 我们是掌声给总监非常感谢 今天透过虚拟的方式 可是还是有非常冲神点 我会感受到他对这个新科技的热爱 他们还有一题对不对 好 哦好有一个线上的观众要提问 你好我们这边有一个线上的观众 然后他是阿乱多年的粉丝 他想请问NFT怎么跟声音的艺术结合 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之前有一个乐团叫做The T-Tag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发行了一张专辑 但其中里面几首歌 他们将这些歌的不同的鬼术拆开来 例如小鼓是一鬼 大鼓是一鬼 和声是一鬼 那透过他当他卖给长家的时候呢 长家可以自由的去推动这个鬼 然后来形成不同的音乐 可能自首音乐本来是民谣 结果被推一推之后 就是可能有些音色高 有些音色低 它就变成后摇的触风 我们认为在区块链上面的声音艺术 跟声音都更可能的 要接近可以被互动的特质 那这东西才会更有趣的被成立 我之前在Rblock发行的Good Vibration 它其实是一个跟声音 跟影像有关的作品 那它的生成的机制又更不一样 它是透过我们就知道 区块链的任何一笔交易 它的translation的这个合约的address 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如同在宇宙间 两颗原子要对状般的 几率般的这么小 那因为它的这个几率是这么的 千载难逢 简直是独一无二 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几率的总值 拿去对应成程式码 生成出一段音乐 那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在当时 在Good Vibration所创造的 它可以生成出就是 当时是总共1024件 它其实就是1024件 与众不同的旋律的作品 这都是跟声音的方法 那之前因为跟台湾的声音艺术教父 叫王福利老师 共同合作一件作品 共同合作两件作品 那也是用不同的方式 将声音的升波 然后跟区块链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升成出 就是专属于观众自己的音乐 这都是方式之一 那我认为 就是虽然我今天讲了很多 跟智能合约相关的技术 然后感觉出好像对传统的 5R艺术家 可能是雕塑艺术家 可能是画画艺术家 相对不利 但我最后补充 其实还是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来整合这一切 但是你必须要更多的是 你必须要web3的精神 以玛丽娜而言 玛丽娜发行那件作品英雄 它其实就是一件过往的录像作品 可是它做什么事情呢 它让常家可以被区块链的种子 乱速的选择出 你可能买到的是第几个friend 就是第几个影格 或者是你要买几格 例如我今天买三格 那个人买六格 可是我们的格数在这个影片上面 是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让常家成为了这个影片 最后的裁切者 它是所谓的编辑 或是共同编制 你过往的艺术作品 一定也可以上列 但你必须透过新的机制 我再举个例子 Demi Huster 他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他之前发行的一件作品 他将它传统世界里面 用低画的画的过程 他用电脑去做OpenCV的方式 去扫描这些低画的内容跟材质 他一样分析出参数 而且他告诉他的常家说 如果你要收藏虚拟的 那真实的我就会烧掉 那如果你要收藏真实的 那我虚拟的也会把它丢到黑洞里面 那他逼常家二选之一之后 所留下来的 不管是真实所留下来的 或是区块链上所留下来的 他就伪征 因为已经没有分身了 那这都可以帮助于传统的艺术家 去思考区块链的精神 但他还是可以专注在创作的方式 来帮助他自己上列 以上 好 谢谢总监时间的关系 跟总监请教到这边 那今天上半场的两场分享 我觉得是一脉相承 保博士带我们入门 对不对 然后总监阿乱这边 带我们了解一下 线上策掌 还有些更多的应用可能性 那各位宾 借着要进行的是 今天国际时尚论坛的第三场分享 是华人创意教父包一鸣先生 很多人都尊称他一身包老 所以在15年的时间当中 我想台湾很多的设计人 艺术家创作人也好 在发展的历程 或多或少 一定都受到他的影响 那触角也非常的广泛 跟多元 包含是艺术 时尚精品 设计 房产 还有城市规划等等 那么在2020年 他成为中国Vogue Business的 创刊总编辑 另外2021年 他也获选是中国Linkedin 他的年度最佳创业家 那么2022 他更是投身NFT产业 目前有四个项目 正在发展当中 所以接下来的分享 他自己实际的观察家的角色 来讲一下 对于NFT经营的一些动场 我们掌声 欢迎包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 邀请我来 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第一次 对外公开 谈有关于我跟NFT的经验 所以也是我第一次 讲这个题目 那当我参与这个东西 我真正感觉 其实我自己投入NFT 真的很像当兵 虽然我上次 因为都住在国外比较多 所以并没有真正当兵 可是我真的觉得参加 投入这个NFT 真的非常像当兵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 这不见得适用在每一个人 可是我觉得我来 这个NFT的整个 这个Web 3.0的这个环境洗礼以后 我其实有一些很深的感触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它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的题目就是 这个100天来发生了什么事 OK 下一张 那我在这个 我选择的这个 第一个NFT的这个产品 是在中国做 我们开了一个自己的平台 叫做爱乐峰 因为我们之前就注册过这个名字 很多年前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爱乐峰来用 那这平台长这个样子 基本上在大陆的这个NFT 基本上都是用手机网路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网路 它不是一个网站 它就是一个用手机的平台 叫H5的平台 那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97%的人 在大陆都是用手机 所以我们的整个平台 就是架在手机上面 那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当初 我另外一个决定 为什么要发展 我第一个项目在中国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不需要用这个虚拟代币 他们直接用人民币买 那我觉得这样子 用人民币 用现金来买这个NFT 可能会更方便 会更多人可以参与 所以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我在大陆的这个 币圈里面的媒体的关系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样有机会去多做宣传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初 我选择去大陆去开第一个我的平台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 OK 我再下一张好了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个Instagram 没有几个人看 但这个重点是 不是需要有人看 我是需要有几个人看到就好 那因为我们当初设定这个 在这个大陆做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现在大陆大概平均有700个平台 我加入的时候是200个 现在有700个 那700个平台我们怎么跟大家不一样 其实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跟国外的艺术家合作 在中国发NFT 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定位 所以我必须要有个Instagram 是我希望外国的艺术家要看到我 他愿意跟我合作 所以这个完全是当作我们的一个作品级的展示 OK 下一个 那另外一个定位不一样的是 大部分的这个NFT 在中国就是10块到100块人民币 就大概50块到500块台币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这个真的很像买便当 就是我觉得NFT跟便当一样是很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说那这个总有一个需求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觉得每一个 就像时尚一样 时尚也有平价的 中价的也有这个昂贵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比较贵的 所以我们的定价就是从1000块人民币 到18万人民币开始 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个完全不同的 很贵的 很有质感的NFT的平台 所以我们也是唯一在中国价钱最高的 OK 下一位 那这个康德纳士对不起 我们本来也应该要找你的 OK 但我们跟这个中国赫斯集团 最近才宣布我们有一个策略联盟 它会把我们所有平台的这些创作来发展 跟这个所有的企业在全中国的企业来做结合 那这个是一个这个行话叫做出圈 就是很重要的让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能够出去这个币圈以外的这个族群 OK 下一页 那我们怎么开始了 其实这个开始还蛮有趣的 就是Huilab是台湾的一个公司 那他本身这个小詹这个创办人 他自己有一只无聊员的猴子 然后他就把32个台湾人 有这个无聊员的猴子 都聚在一起签了一个约 然后想要共同出去发展这个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就找到我 然后我就聊起来以后 我就也跟他们签约 就正式得到他们的授权 来把这个32个无聊员 来在中国做一个重新的创作 那为什么是无聊员 因为无聊员说真的在NFT里面 是最容易懂的 那我就觉得我从这个开始 也许从这样子大家来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事情重新做 OK 下一页 所以大概大家都知道无聊员 应该啦 就是说无聊员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就不用在这交代 那我们就想说 那这个东西重新创作 它跟中国的市场 跟中国的长家 买家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重新定位它 下一页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去重新雕塑它 其实我想要做3D的 因为据我知道那时候的学习 就是3D比较贵 所以我们就想说 一个2D的东西把它转成3D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什么样的造型 所以我们最后就把它穿上一个比较 有中国风味的战袍这样子 叫它叫做远古战士 OK 下一张 那所以它其实我们也把它做得非常的细 所以每一个细节我都希望说 既然我们要收你这么多钱的话 我就希望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收藏的时候的质感是非常好 所以每一根头发跟皮肤跟颜色的这个包含它的指甲 我们都非常的像 像动手术一样去把它叼到最漂亮这样子 OK 下一页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身上的每一片那个片甲 其实都是可以输出三米高的这个 所以买我们的NFT的作品 我们都会给它4K的高清的档案 所以它可以自己在家 如果它要输出的话 它是可以享受它买的东西这样子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NFT长的样子 它就是一张这样的画 然后它有编号1到32 我们有授权32支 就是1到32支这样 然后它是一个3D的动画的 基本上我们的NFT大部分是长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现在是 我们大概是每15天出一支 每一支是1000块人民币 然后每一支出500份这样 它比较不像国外的NFT是可以出一份的 因为中国的消费者的单价还是比较低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来平衡 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造型 根据原来的无聊源来做改变这样 那有些是已经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相似点 可是它其实已经有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 总共做了13支 下一页 那我蛮喜欢中间这一支 因为中间这支是我们自己定位 因为无聊源没有女的 那我们觉得说这样是很歧视的 所以我们就把中间那个定位成一个 因为刚好它说 我们查了那个OpenSea上面 它说这个特质是有一个女 它是个男的 但是它有个女的头发 那我们就把它叫成女的好了 所以我们叫做Girl Power 所以我们有一支女的无聊源这样子 OK 好 下一页 那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创作的过程 就是当一个照片 你看你的左上角那个绿色的那个小画面 就是一张无聊源的图 然后我们怎么去改它 那个帽子是牛仔帽 可是牛仔帽咖啡是很难看 我们就把它变成白的 因为在美国 德州 我以前住在德州 白的这个牛仔帽就是贵族 就是有钱人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成有钱人 然后还把它披成 因为这个原来的无聊源 有西装 有打领带 可是打领带不够好看 不够明显 所以我们还故意披了这个白色的 很像就是一个富豪party回家以后的长相这样 所以就弄得还蛮有趣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每一次创作都有很多笔记去改它 OK 下一个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更多的东西 就是我们还帮这些无聊源 做一些它的这个站码 那这个站码是我们跟这个 透过Mid Journey的这个AI的这个方式 去先炫一些灵感出来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长得一半是马一半是摩托车的一个 特别的骑坐这样 下一页 我们就开始给这些无聊源 有车子可以骑这样 好 接下来 那我们开始 做一些比较定制的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说 哎呀 你要送礼怎么办 你也可以把NFT当成是送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情人节的送礼的东西 那这个是有一个 这个一个男生 真的我们就希望说给这个 给女生第一个NFT 从你来给 的确不少人被我们骗了 所以就这个 就有一个男朋友就非常的爱 他的女朋友就送他一个这个NFT 这个东西一万五台币 所以也不是便宜啊 一张照片 那就写N 所以我希望N应该会喜欢 OK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数位NFT OK 下一张 那我们开始做保健 因为就有一个床家就 跟我们讲建议说 因为你有五百只同样的东西 不稀奇 他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些 特别的东西客制化 所以我买的这只猴子 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保健 那这个保健也是要卖很贵的 但你可以拿到这个保健 跟你买的猴子 我们把它销毁以后 做成第三只 就是他有拿这个 那保健就是只有一只 一种 所以这个猴子拿到这只保健 就会是全世界只有一只的 所以我们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OK 接下来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还是要更多的人 要知道什么是无聊源 什么是远古战士 所以我们决定开始做Q版的 就是叫表情包 那让它有不同的表情 所以把它延伸做的 比较可爱的版本出来 OK 下一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就开始Launch这个表情包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叫做 我们后来把它重新定义叫做心情卡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去代表 人与人沟通的一些心情 不是只是传简讯丢这个表情 我觉得太浪费了 它其实真正可以去传达一些 比较特别的想法 而且这些想法都可以上区块链 变成NFT 下一张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心意卡 就是任何人可以来这边 花一千块钱台币 我都算台币给你好 你可以买一张NFT的问候心意卡 然后来征服 比如说你要做道歉 或者下一页 我们总共做了十六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是谢谢人家 你可以是祝着他生日快乐 或是加油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祝福变成NFT 送给对方 好 下一个 那这个就是18万 将近100万台币的产品 就是我们开始觉得 无聊园动起来也很棒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 前进无聊园 就是它在那边走路 你就看十几只无聊园 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跟三星合作 或者是一个4K的那个艺术装置品 那你买回去的时候 你就是买三个这个屏幕 还有这个整个动画 那这个动画当然也是一个NFT OK 下一个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对 应该今天十二号 今天开始就在这个设计共和上海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展厅 在那边展两个月 让长家可以去看这样 好 那我们后来觉得 这个可能还是不够 所以就开始想说 那我们应该把其中一个故事 拿来做漫画好了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漫威 在美国一个很会画漫画的人 然后我们自己有故事 然后我们就请他来合作 所以我们前几天开始自己 开始发表了自己的漫画 就是叫远古战神 就是其中的第九只的这一只猴子 他这个长家买了他的这个NFT 结果不小心在家里被附身了 然后就回到过去去解救世界 大概是这样整体的故事 然后我们就开始每一个礼拜 会免费的发表这个漫画 那当然这个封面跟这个漫画 本身都有一张NFT可以卖这样 那一张的卖 我们卖25万台币这样 OK 那我们就开始继续找 就找人合作 所以我们最近跟一个旅馆合作 就是把整个他的旅馆的一些体验 跟这个无聊 这个远古战士在一起 我们叫做今晚不无聊 那就是你知道这个小美面具 可以在那边很多的可能性 下一个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旅馆的所有的东西 都做一些修改 下一张 所以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房间 你进去住的话 你可以享受特别的饮料 还有所有的商品 都会送给你 这样就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下一个 那我们下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会跟一个酒吧合作 叫做无聊到底 就是干杯到底的意思 就是我们调了几个 特别的无聊员的酒 让大家来喝 然后这个可以抽奖 你还可以得到NFT 这样下一个 那这个就是酒吧 它是一个算上海 成都跟这个阿拉雅 三个城市最有名的一个bar OK 下一张 那我们最近在跟shopping mall合作 所以shopping mall 我们就把这个无聊员变成天使 因为是圣诞节季要开始了 OK 下一个 那所以这个也很好玩 是我们做了一个VR的体验 你可以在shopping mall里面 用手机去找这些天使 你收集了多少个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很特别的奖品 OK 那最后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有一个滑板公司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了16个滑板 来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去了解这个无聊员远古战士 好 那当然除了无聊员 我们还有其实一直很想 跟不同的艺术家合作 所以这个是跟e-boy e-boy是个二十几年前 就在巴黎年代就开始画这个2D的这种很有趣的人物 一直很喜欢他们 我们也跟他合作过十几年前 所以我就请他来跟中国的观众做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你买这个blind box的盲盒 你就可以抽到车子 车子就累积了几台以后 你可以换人 你抽到这个有些人 你就可以在元宇宙有一个公寓免费送给你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下一个 所以就是车子是有大中小 反正你就是可以抽 你就是可以得奖品 这样下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换成这些人 那有些人就有等级 可以铸造旅馆去 下一张 就住在 就是这个地方 就我们未来会把这个发展成一个元宇宙的地图 人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 好 下一个 那这个是还没发表 所以我跟很多人 今天你们分享的就 都是很新的东西 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新的人物 就是把这个 无聊源跟CryptoPunk 就是NFT两个最有名的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其实不是最新创作 有人做过类似 可是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就是把CryptoPunk 穿无聊源的衣服 那我们会做两千个 完全送给大家的 那这个就是不卖的 那这个我们希望的做法 就是它透过送 它可以有扩展更多的人 而且我们会找人送 所以这个 这我们是一个蛮有趣的实验 我们从下个月会开始做这个事 OK 所以就回答 所以这个 你看到这个所有的东西 要下一页 就是在一百天之内发生的 你们可不可以想象 这三个月要做这么多事情 是非常疯狂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发觉不够好 不够好的原因是 我发觉我们跟观众的互动 距离越来越远 都没有办法吸引这些观众 但我要告诉你 我们其实有五十万个会员 注册的会员 这都不是吹牛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在录影 所以我们虽然有五十万个会员 其实我们后来发觉 我们只需要五个就好 所以有四十九万的会员 是我们完全不想要的 这个就是我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觉得做NFT很像度的日子 我的所有的朋友在圈内都是这样想 很像在过狗的年 就是一天好像七天一样 你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变化过得好快 OK 下一个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十件事情 我最后留一点时间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OK 第一件事情 下一张 第一件事情是这样 其实大家要记得 NFT其实才发生大概三年不到吧 那我们常常觉得去年是元年 因为去年因为Bieber的这个艺术 有一幅 有一个作品 卖了几千万美金 就是跟我一样 大家突然觉得 哇 NFT怎么这么值钱 才开始 所以其实全世界包含中国 去年2021年才是真正开始热NFT的 所以其实今年才是第二年 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 其实NFT是一个很小很小的baby 所以它的未来 但有些人觉得它可能会不见 我是不希望这样 就像你生了一个小孩 你不希望它不见 所以我是觉得它不容易不见 可是要好好的去 它有很多可塑性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学到的就是 NFT其实还很年轻 所以所有的游戏规则 我们都可以在现在重新写它 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 OK 第二 NFT其实不是国际化的产品 NFT是非常在地化的 你如果在台湾发行NFT 你只能够跟台湾人 因为德国人不会来买台湾的NFT OK 除了无聊人 因为美国的文化是侵略全世界的 好莱坞 华尔街 所以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 像周杰伦出的NFT 它基本上是只能够吸引华人 大部分 不是说完全不会 所以NFT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地的 在地到比如说你在台北市做NFT 台中人可能就不会鸟你了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地区性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集团 它是一个团队的故事 但我又回到刚刚第一个 我要一直重复第一个讲 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你心里有的时候要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别的样子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OK 下一个 第三个 就是我发觉 大家现在喜欢NFT 其实是喜欢它可以替你赚钱 并不是喜欢NFT本身这个艺术 这个美 大部分是这样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当你在做从事NFT的时候 你的 买你NFT的人 你要知道他们的心态 他其实就是跟你买股票 他只喜欢一个感觉 就是赚 所以只要不赚 他就说他是韭菜 他就是开始骂你 他会变成一个你最不想要认识的 年轻男朋友 就是非常可怕的 OK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那全世界只有两百万人在玩NFT 一百万人在全世界 一百万人在中国 人口是非常少的 有七十亿的人口 只有两百万人参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 小的世界 现在还是了 但未来应该会慢慢地扩大 可是你必须要了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开始 好 第四个 就是我们后来发觉 其实为什么我们的粉丝 这个五十万的这个注册的粉丝 都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第一 我们觉得他太穷了 买不起我们的东西 第二 他想要买就想要赚钱 有很多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很想要你知道测试 就是硬买 就是他把他的大学的这个钱 都买下去 然后没有办法 三天翻本 他就真的非常恶劣地到处骂你 然后去告你逃税什么 就是一堆你想象不到的 那我发觉这些不是 因为我们当初做NFT 是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东西 而不是替大家赚钱 所以很多人在NFT的世界都会说 当你今天发行NFT的第二天里 你就开始要还债了 因为你当初要答应很多事情 让大家来买 你就必须要一直去答应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NFT是一个 要非常小心了解这个 那所以我们就 因为我们发觉 这不是我们要的粉丝 所以我们一百天以后决定从零开始 就是我们不再去跟我们的原来的粉丝 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就是只想赚快的钱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OK 下一个 所以有几个东西我就开始不做了 我当初跟大家一样都进入这个行业 发觉好多新玩意儿 有DAO 有Road Map 有富能 有这个蓝图要跟大家看 后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没什么道理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些 我常常问人家 请问你买了一个香蕉吃下去 有没有富能 没有人问你买一个Prada的包包 有没有富能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买Prada包包 各种心理社会理由 但我就喜欢 它代表我的想法 那我们希望大家来买我们的NFT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就因此我们现在在慢慢的淡化 我们本来跟大家一样就在均匀 很多的族群就是 你知道这都是小朋友很喜欢 就把它弄在一起 大家互相沟通 后来我发觉那个群里面聊的东西都是垃圾 就是我十年前都不会想要听的话 太没有质感 那我为什么要去跟这一群人沟通 所以我们就开始 我们曾经想要把道关掉 但是那个他们就去威胁我们 然后跟政府告我们 反正我们最后不能关 但是我们就放在那边让他们骂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群是专门在骂我们的 就是24小时 所以我们还得花钱去养一个地方 让他们吐口水这样 OK 所以这是我学到的就是 我决定再也不做这些事了 那任何NFT在做这个的 其实我都会问他说 为什么 是谁告诉你的 是人家以前告诉你的 对不对 是刚开始你听国外人这样做 你这样学 但如果我们都这么有创意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那个游戏规则走 才两岁的小孩我们就要这样子规范吗 OK 第六 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 把自己的步调调整好 因为NFT是一个很快的世界 你会发觉你的消费者 你的投资者 你的这个媒体 都是好像追着你打 希望天天看到新的东西 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 艺术品跟社会的关系也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科技就算发展再快 它也不该跟人的关系这么快 那这样子其实它会没有意义 所以你看我们一百天做这么多的事 我后来最后说要停下来 我们做太多东西了 太快了 你知道我死 一百天里面我已经发展了 五六个好莱坞的东西了 我为什么不好好的发展它 而要是一直去用新的来代替旧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今天要从事NFT 你一定要掌握你自己的节奏 要不然其实你会被所有的买家 会牵着你的鼻子走的 OK 第七 你要记住 其实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聊NFT 非常高兴 就像我总算有人可以跟我聊NFT 就好像找到这个世界上唯一两个人喜欢剪指甲的一样 就是你知道就好棒 但是你知道所有人其实是不在意义的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 你才能够沟通跟全世界的人聊 OK 并不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NFT 其实我跟非常多的时尚界的大老板 企业的大老板 没有人careNFT的 那他有他的理由并不是错的 我非常爱NFT跟元宇宙 可是不代表人家喜欢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事情以后 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跟正常人 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聊这个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到短文之九十 喜欢币圈跟NFT的 完全就是 你会发现他的脑子已经不一样了 他已经开始讲他自己的术语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讲 他已经看到OAMIRA不认得了 你知道你发觉他已经真的 他想要看看能不能有个元宇宙的OAMIRA 他已经完全失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你还是要稍微像个人一样 你还是要去摸摸狗大便 你还是要知道这世界上有别的东西 OK 第八 那NFT其实重点跟你喜欢一个电影 跟喜欢一个艺人 喜欢一个时尚产品都一样 其实最后还是要有故事 你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 你想要讲什么 这跟你po文放一个脸书的照片 是一模一样的 故事永远 就像房地产地的位置是最重要 那我觉得NFT就是要讲故事 你要讲得非常精彩 你要花时间把这个故事讲清楚 这是我觉得NFT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好 第九个 下一个 因为NFT由于它是跟区块链有关 它跟Web 3.0有关 它跟币纸有关 它跟钱有关 其实你就会有人买你的东西 然后你们就会有金钱的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信任是不能这样子的 很多人就说 你不是画了一条线告诉我 你未来要去哪里 你怎么没有做到 然后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做到 你是不是骗我 你是不是把我当韭菜 你是什么 就很多人会怀疑 这是没有错 他的怀疑是正常 可是你要知道 就像我刚才讲 你要慢下来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不可能靠钱跟短时间累积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喜欢我们 可是有很多人在骂我们 那我们只能说 你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你看我们才是一百天 你要我怎么样 他说我要你帮我赚六倍 其实他们就是要这样 那所以这个 做NFT有的时候 尤其像做平台 真的很像台积电出股票一样 只是台积电的买家是比较稳重的 我们的这个 现在全世界的币圈 买NFT的手上永远有一个番茄等着你 OK 所以我觉得你要了解 其实信任比币值比比特币更重要 我一直相信这个才是最大的资产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累积信任跟维持信任 那他需要时间 你不要急 不要想要三个月让这个人信任你 是不可能的 他在骗你的 他不可能信任你 要花时间 OK 10 最后一个 我觉得NFT进去NFT圈 很重要的是你是从什么角度进来的 如果你今天是跟大部分 当然都是25岁到30岁的人 你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在玩 然后他的想法如果歪了 其实你对整个这个NFT的产品 跟这个世界 跟Web 3.0 跟元宇宙 会是一个很扭曲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要找到非常重要的 你信任的这个资源 跟人去认识这个产业 因为我觉得他是对创意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是一个好的改变 是一个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交错朋友了 你就会一直用这个 因为NFT有太多的漏洞 或是太多的不好的做法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听到很负面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有好的地方 是值得一直往下走下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导师 就像人家说你今天打球 你想要练网球 你想要练高尔夫球 你最好就是找一个很会打的人 教你是会进步很快的 那NFT也是一样 那这样的人不多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在尝试 可是你必须要 如果你不了解NFT 也没有一个NFT的达人 那你应该要找一个就是一般的达人 一般的达人有一个特质 就是那个人品比较优秀 你要用一个人品优秀的角度 看这个产业 它其实才会更好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 我一百天学到的了 我学到的东西就是把我二十年 学到的东西进了币圈以后 重新打混了以后 然后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推在地上 所有的玻璃都在撂在地上 然后我上面去剪 剪 剪了十个东西 就把它剪回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个很重要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掌声谢谢包老师 我觉得包老师算是肺腑之言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诚实 也很诚恳的分享 那也是一样 这边假设现场的观众有 想要跟包老师交流的话 可以举个手 让我们的工作人知道一下 把麦克风递过去 那在这边我想要先请教一下包老师 那因为那时候我有看到说 你一开始先做了无聊远子 有这个构想嘛 然后可能把它跟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白话 就是异业结盟或者是合作 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是说想要透过这些合作 最后再来回套这个NFT的角色 还是其实NFT只是一个角色 你希望让它扩展到 可能很多实体的地方 是 很棒的问题 对 刚开始当然我们跟大家一样 就是专心想要变成NFT 可是我后来发觉 就是第一我不喜欢我的消费者 所以我觉得买我NFT的人 是完全我非常讨厌 看不起的人 那怎么办 真的可以说吗 我们就是有录的也是可以 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录 这个东西最好传到大陆去 让他们看一下 我再远一点 我不要入境可以 我暂时也不会去上海 所以那个 刚好疫情 所以那个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习惯不好 所以你刚才问的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本来其实只想专心做NFT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吸引更多人 我不能够用NFT的语言了 因为NFT的语言 你看大陆有一百万人 我已经有一半的人在我口袋了 可是我完全不要 所以我要去吸引任何不喜欢NFT的人 没有来的人 那这些人他要什么 所以我们就开始 他们术语叫出圈 我只好走到圈外去跟大家认识 那我就要开始用圈外的语言 所以我才会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方式 去做结合 去跟做滑板 去做旅馆 去我想用透过别种方式 让大家认识我 透过外面很熟悉的方式 去做朋友 所以我基本上现在在跟任何人讲 我绝对不会告诉他 我做NFT 因为做NFT 你跟他讲 你就好像跟他讲 你在卖毒品一样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 根本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懂的 不了解 所以你们要跟人家 一般人沟通NFT 你的那个术语要非常小心 要不然他很容易就 永远不是你的朋友 因为他觉得他跟你太奇怪了 这个就是 因为我 你知道我是摩羯座 我一旦爱一个东西是 就是冲到死的 所以我对NFT的了解 算很了解了 就是一直冲到底了 那我现在觉得 OK 我既然都了解 那我得往回走一点 我得回到大自然一下 所以这一百天 你觉得算是一个阶段性 暂时就先完成了 是这样 对对对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洗三温暖 洗得这么过瘾过 所以这个 这一百天是很棒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一百天 你看我们手上 至少有个一二十个人物 是可以拿来讲很多事情的 但这个是一百天 这个通常我觉得 至少要三四年到五年的东西 我一百天生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决定 不小心生了这么多孩子 让这么多人怀孕 我们要好好养他 所以我们现在的阶段是养小孩 而不是生小孩 但是NFT的产业 很容易就是不断的生小孩 我相信如果你们真正知道 就会了解这个 所以我觉得要停止生小孩 好好养小孩 那包老师因为刚刚前面两位讲者 你也坐在台下 对不对 他们说分享的时候 感觉是很正能量 对不对 然后讲讲眼睛都有冒活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就是分享一下 或者补充一下你觉得 我讲的话不正面吗 很诚实我觉得 我相信很少人会跟我用这个观点 看NFT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算是很 不能说我很好 但是我应该说我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是把我投资所有非常大的精力跟钱 跟所有的一切在了解这个产业 那我相信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观点 应该有一定的程度 那它的意思只是说 我鼓励大家要投入NFT 但是要根据我刚刚讲的 你要跟对我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要想一下就好了 那这边有没有 来来来 都可以 我先问好了 不好意思 又是你是不是 对 我还是想要问一个问题 问老师 就是因为我确定的是说 就是听完就是 老师的纬度是跟我们一般 就是可能持有者的角度是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再来是因为接触的 就是客群也是比较偏向 特殊文化的子民们 所以呢我就是可以理解就是老师在分享NFT的视角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的台湾地区自由的国度来说的话 我们是蛮尊重所有的艺术创作者的 但是我听完就是老师分享是因为老师砸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在这里头 所以就是会想要比较有高品质的会员 再持有你所有的艺术创作也好 或者是说合作也好 所以我这部分我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在舍弃掉50万会员这件事情来说 就是我当然可以理解说就是 因为这群50万会员都是想要赚快钱 所以我不想要 但是怎么在这个当中直接平衡 就是我不要了 就是我舍弃掉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开始出200万的产品 所以他们就不会要我们 自然我们就没有感情 因为他买不起我的东西 了解了 这很像那个高级名牌 我直接就是定义了就是我的TA在哪里 因为我们还是发觉 我比较想要做兵力不是Toyota 并不是Toyota 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也有Toyota 所以我只是觉得我的定位 我想要买的人是 他真的脑子很清楚他在买什么 那我觉得你们没有问一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个千万的问题 我回答给你们 就是为什么要买NFT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一般人你要问的 那我的答案是这样 我后来想了非常久 我觉得NFT就很像当初老的时代 人家在收集邮票 然后后来人家收集芭比娃娃 后来人家在收集公仔 Cost公仔 NFT其实我希望它是 就是这么单纯 就是你喜欢收藏 你不要再问我有没有赋能 你不要再问我有没有元宇宙 就是这个 那为什么我要收藏它 因为我觉得NFT是这个时代 尤其区块链 是这个时代的发明 就像当初发明 邮票你收集邮票 所以如果你要参与 你就是参与现在这个时代最新的东西 你在这个历史上你参与了 就这样子 如果我在我的微信有写 真正如果是为了收藏赚钱 希望它能够赚钱的人 其实我觉得是最穷的人 所以我就不要这些人 所以我就不要这些人 就你要买这个东西来靠它来赚钱 那其实你是一个比较穷的等级的人 不管思维跟口袋 那这个不是我要的群主 所以我想要 我想要真的很聪明的人 不管年纪跟价值观要聪明的 要了解的 那这群人就会少 所以我本来是卖一个五千块台币的东西 要卖一百个 我现在宁愿卖一个五万块的东西 我只要一个就好 我的营业额是一样的 但我只需要找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13亿人口在中国 总有一个人会看对眼吧 那就好了 所以我只需要找一个 我不要找五百个 五百个还要经营 还要跟他们聊天 聊了三次以后我就觉得 那个程度差太远 真的不能聊 因为我不可能活了这么久了 要去跟小孩子聊这么浅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我要学习 我要成长 我要跟真正更厉害的人聊 所以我们现在在聊的就是 跟CEO 跟这个福人社的老板 可是他看到NFT 他其实你跟他讲三分钟 他就很想让你去死 那你就知道 OK 原来我讲的所有东西 我的热爱 没有人爱 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开始学习 用新的方式跟他讲 因为我没有要放弃 只是我要用新的 所以我们在 你刚才看那个走路 无聊言走路那个 一百万的那个装置艺术 我们的training跟sales的training 是你绝对不可以讲 他是NFT 你卖掉了再偷偷告诉他 然后他也不会care 那就好 因为他不要管他 没有人管他 只要漂亮 你觉得很好 为什么是走路 因为人的走路 从猴子到 这个 就是人如果进化论的话 你如果相信这个的话 那其实走路是一个人类的进步 所以你看猴子走路 是很棒的 而且我们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走的一样 一个是走的不一样 就是代表你的个性 所以你收集这个东西 那你有没有一百万吗 没有 那就再见 就好了 就是我们 这个 不是 没有 这不是骄傲 这个就是你要了解 这个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 我们就是这个定位 你去爱马仕 爱马仕就是这个态度 然后他相信自己 那他也没有对你不礼貌 那你如果不喜欢他 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 一个无理的拒绝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 第一场在哪 很可惜是全世界 而且很少高级的NFT 非常少 有啦 国外有什么Gateway 有非常多的这个 艺术平台 那个蔡国强的NFT 也是我非常感动 就是你知道看完 你就知道你 你应该不要再继续做下去 因为你做不到那么好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放弃 我那时候就是厚脸皮 说再试试看这样 要不然我其实我是蛮想放弃的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做得很好了 OK 还有一位对不对 我的老师你好 我是想要问的是一个 也是蛮实际的一个问题 但在我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要先分享一下我的一点点看法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对NFT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门外汉 然后只是今天恰巧有这个机会来听这个讲座 然后对NFT有一点了解 那最开始就是通过身边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有一个问题说 我这个图案这一张图为什么卖这么贵 就是完全看不到它的价值之所在 所以老师今天讲的已经说对于图片艺术的这一种专业或什么我觉得是有它的价值跟市场之所在 所以我很好奇的就是说老师这三个月以来你们的盈亏 就是到底有在赚钱吗还是亏很多钱 我们前面赚了非常多钱然后后面全部赔回去 赚钱是通过NFT吗 是因为卖这个图像 就是卖这个NFT而赚的钱 然后赔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周边把它就是跟现实实际去结合 我们刚开始是用NFT赚钱 那我们现在是用周边赚钱 就是挑回来 所以反正都是有在赚钱就是了 我觉得这个听众前面讲了很多 然后最后到底有赚钱吗 但没关系因为我告诉你 我刚才讲是因为就是你知道 反正我们有开发票了 所以我们不讨税的 所以我们是少数在中国NFT是开发票的 那所以 对的确我们是还可以了 OK了解 还可以了你知道 可是那我再补充问一个可以吗 因为就是也刚刚他讲的 然后跟老师说的story 其实我们帮这个东西赋予它深度跟故事是很重要的 可是爱马仕我们知道吗 因为他有很多 他可以说我们有工匠 我们有很好的material什么什么的 可是对啊 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说NFT就是一个 甚至是pixelated graphic 就到底你怎么去赋予它意义高级低级中级 它的 OK 当然很重要 那就是要开始想 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是个两岁大的小孩 真怎么去定位一个新产品这么 它这么容易复制 它是一个数位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例子是第一 我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特别精致 所以这个毛发指甲 就是你可以放 就是你会看起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档案给你 所以你可以在家里输出 你可以分享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 第二个就是希望你会了解 你到时候收藏这个的朋友 不是小孩子 是另外一个大老板 所以你是跟一个新的族群在混 所以这个就会值这个钱 所以我们在一直去附加它这个 这个艺术品的这个NFT的这个价值观 是这样 好 再度掌声谢谢巴老师 谢谢 非常精彩的分享 谢谢 麦克风 好 第四位讲者要从伦敦加入我们 他是全球康泰纳士新事业的副总经理Kiarra Byrne 他们要聊聊的是web3.0文化 还有衍生出来的社群 要如何影响全球的时尚产业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邀请现场的听众 我们用口译机调到Channel 1 就可以听到我们口译老师 英文翻成中文同步的进行解说 所以我们最后来的讲者是Kiarra Byrne 她是新的新的商业新的商业 她会分享如何 3.0文化的文化和社区 会帮助国家的发展 Hello Kiarra Good morning everybody Hello So what time is it in London? It is 20 past 9 in the morning OK 所以是伦敦的上午9点20分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 I'll give the time to you Kiarra thank you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Well good morning Good late afternoon to everybody Firstly thank you so much to Leslie for inviting me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I am sorry I cannot be there in person I very much hope to visit Taipei Fashion Week in the future And as our gracious host mentioned My name is Kiarra Byrne And I am the Vice President of New Business Innovation at Conde Mask Where I launch I essentially launch new businesses For our brand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Vogue Business which is an incredible resource for fashion and Web3 insights and content And actually I had the pleasure of working with Pau on the Vogue Business in China rollout Our previous speaker This year I've been focusing exclusively on finding out how our brands can move into the Web3 space With this we have been running loads of different experiments primarily with Vogue and GQ in the space Some examples I will show you during later on during this presentation But some of these experiments include Metaverse executions and NFT drops And really trying to answer important questions such as What does immersive storytelling look like in the Metaverse And how can we build transparent communities Two of just many types of questions You've heard from wonderful speakers already about the Web3 space And for my section I'm going to be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expect coming in 2023 And how the culture of Web3 and its communities will influence the fashion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technologies that are paving the way It's hard to pick only three topics And to delve into in this 30 minutes talk The Web3 space is moving at such a fast pace And the areas within it be that from blockchain to decentralized finance to the Metaverse are all in different life cycles And have their own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But for the purpose of my presentation today I'm going to speak on three particular topics And with a view to 2023 and beyond And three areas that that I am focusing on And I know from from the many discussions I have on a weekly basis with fashion hous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y're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values and their brands can adopt these new ways of operating and thinking So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community On the next slide we can see the three agenda items So we will speak firstly about community And reimagining what community means The second is on the crater economy And finally on tokenization There is uh an honorable mention of the Metaverse And that was going to be another area And the Metaverse a term just like Web3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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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ty misunderstood And as it is so wide wide-reaching And but right now it can mean many things the Metaverse Does it involve community or does it not Is it immersive or not Does it use virtual reality or augmented reality Is it interoperable And the list goes on And what I am seeing from within our company And our experiments that we have ran And as well as the fashion brands I regularly engage with Is that people are really testing into simple concept relating to the Metaverse Which is what does it mean to story tell for your brand And in a more immersive way So it doesn't really delve into whether or not it is on a platform A or platform B Or if it includes artificial and augmented reality It's just a very simple question And from a Condé Nast perspective We have tested with Vogue Business Metaverse events And more recently a Vogue Meta Ocean And exhibiting 24 artists work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this this question is something that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seeing how it will develop But the Metaverse is far from where it hopes to be And with the economic model reasonably undefined for many brands And I'm sure we're going to see lot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is space So moving to our first of the three topics I want to speak about today which is community And on the next slide we will see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areas I want to talk to The discussion of community in general in Web3 is is well documented And as as a necessity for successful projects This is nothing new to anybody familiar with this space Communities in Web3 expect a closer and a mo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to the brands it is dedicating itself to So people expect more from the brands they engage with They expect more immediate and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s And a more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o the brand These expectations are not limited to Web3 necessarily This has been coming for a while We particularly saw this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with the growth of of influencers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their communities But it's becoming solidified as a key success factor in Web3 In fa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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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3 some some think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brands has shifted to be completely inverse And the very wonderful keith grossman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time magazine and who really has Moved time into the web3 and nft space very successfully Put it in in that in in his view In web2 a brand uplifts a crater which attracts an audience Whereas in Web3 a community uplifts a crater which attracts a brand So it's it's he feels that it's completely shifted and community has more influence and power than it ever had before So in the first box we see in the first gray box The the thing we need to ask ourselves coming into 2023 about communities is whether or not We have one and one thing I hear so many brands I speak with and When you kn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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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alking with and engaging with Abou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dience and community And how to move a very a passive audience let's say you've 50 million on instagram but it's more of a passive relationship to a more engaged community And but firstl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dience and community So I think there are four key key elements that that we feel Differentiate so firstly an audience an audience is broadcast to versus a community that is engaged with In an audience relationship members Listen perhaps they engage they like or or you know they they um they like a pose for example Whereas in a community they contribute to and participate in that With with audience the relationship belongs to the brand Whereas in a community the relationship belongs to everyone and that that shared Sense of ownership gives a community a life of its own And finally there's a shared purpose in a community which is transparently and constantly communicated So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r brand And you know what are your brand values what does your brand or your community represent what good is it doing in the world And answering these these types of questions And understanding how to build a community for for your business It takes time and then there's no quick fix And on how to move an audience to a community or to build a community from scratch And Alex Alex Zhang who is the CEO of of a company called friends of benefits which is essentially a community for And culture and cryptoAnd you access it by a token And he he said which i really liked And he said which i really liked community building is more gardening than it is architecture So it's more about creating a framework and allowing your community to find value And in each other And that does tak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and thought and care And the secondary is community composability And fashion i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ons And two brands coming together um often in a surprising uh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ty composability links to this The general idea of composability is a key element of web3 You see it everywhere be it um in the blockchain where open code is is like it's kind of like lego blocks You build on top of and so rather than having to solve problems every time And let's say through through an api you have this this composability that you just keep building on top of Or in terms of ip and pao was showing you the board a yacht club some some examples there i believe And then you know that's a really good example where they gave their community the right to build on top of their own ip And their community then then scaled their their creative idea beyond anything that they could Have imagined into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be it coffee making or or uh food chains or beer brewing So this this idea of composability is so key in web3 and it certainly pertains to community as well And community composability brings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gether in a creative and a collaborative a collaborative way And and that can itself bring surprising and wonderful outcomes It it's a it's mixi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nd with that the brand creating a cultural currency with this new aud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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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you know this this thinking is completely embraced by the biggest creators the biggest projects And and the brands the traditional brands that are being successful in this space And finally on the third box and your community can give you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n that products and and features are easily copied but but a community cannot be copied And certainly an engaged and a vibrant community is impossible to copy And because the community as you mentioned it belongs more to itself than to a brand as an audience And your community can also help in terms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and providing a feedback loop And a vibrant community unlocks the abilities of scale value creation It becomes essentially your marketing and your sales channel And that's one thing I find interesting a lot of the NFT projects I speak with They don't really have a marketing budget because the community does the marketing for them And as well as your community becomes your customer support and and you know they can answer questions for for each other On the next slide I have some examples of of these ideas So firstly you have the super plastic and gucci and is a great example of community composability these two um really innovative brands committed to a collaboration and brought their vibrant communities together both both bringing their own sense of belonging but creating something really wonderful in in as you can see super gucci And this is a really great great example and I'd recommend you you checking them out and checking out their discord And the second example is is tiffany and their cryptopunk pendant which is a good example of that third area the third box which is helping to build your product roadmap with your community So it's a good example of of teasing a concept with your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if it will be a success So before they launched alexandre arno tweeted a picture of his cryptopunk pendant and asked the community on twitter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this would you buy one and the response was was very positive and and the community's response encouraged them to progress with their strategy 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t de-risked it And then the final example is with gq so um i thought it'd be interesting to point out that gq launched a discord channel uh to develop their community while also um appealing to the web3 community as i'm sure everybody knows uh discord is a messaging platform that's that's uh that's been historically more popular with gaming communities um but it has become the platform of choice for web3 projects and community first brands so the gq discord launch was tying to coincide with their metaverse themed issue um which uh which featured content exploring the cultural side of web3 ideas and this is this is important signal to tie the web3 communities back to the editorial brand so it doesn't seem like a side project or disconnected in in any way and and since since we launched it's hosted amas or ask me anythings with the editorial teams and using they've used discord as a way to bring gq editors closer to to the to the community where the community will be posting um pictures of their of their fit checks or their their outfits in the fit check channel and or watches or whatever like relating to fashion month for example and so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nature of engaging with an with an audience as quite a one-way relationship this is much more active and by that and a bi-direction bi-directional dialogue i guess and the way we we see discord is it's about creating and an interesting and insightful conversation and allowing a community to find value in each other based of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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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ular conversation um the second topic i want to speak about is the crater economy um i'm not going to go on the next slide we'll see some some elements of this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into th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for this talk but suffice to say and in web one uh it was basically illegal to have money on the internet before 1993 in fact because it was a government funded project it had no economic incentives so it was really a consumer internet built on advertising web2 which was also built on open source code and you had all these super app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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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kind of internet gian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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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ll know today and so while creators were creating value for these platforms they weren't directly rewarded rather the creators could build a brand and indirectly monetize web3 is different in that there is no middle agent rather the the ideal of web3 and i'm saying the ideal because it's not exactly the reality but the ideal of web3 sees um creators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and smart contracts in particular and to directly monetize their their own work so in the first box you see um what is it what is the crater economy and essentially it allows creators and their comm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llective value that they help platforms to create this movement um both technologically in terms of you know the abilities in the blockchain and smart contracts but also philosophically which is all about democratization um of of the internet and so i think that this movement to to a crater economy is going to be really powerful and will certainly affect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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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and how we meet this and adopt this way of thinking is going to be really critical for our our businesses going forward um the second the second box is around collaboration and a tru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involves releasing a a level of control over your brand and allowing somebody else to interpret uh your bran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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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perhaps very differently and this can be hard for the fashion industry and for luxury that have adhered to very strict brand guidelines for decades um you know data may have focused on gatekeeping or or creating aspiration through a top-down approach and that was exclusionary by by design and most collabora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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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3 space are not on a fixed fee or commission basis it's on the outcome of the project and i think that's that's a great thing because there's a deep incentive on both sides on the creator and also the brand side to to um really invest in the collaboration um long term and to continue to breed life into it long long after a launch date which which results in a better experience for the consumer but also a higher quality of of project and and then finally the idea of democratization of of creation um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of of creativity of wealth of opportunity um is is very fundamental in terms of the blockchain um belief and the blockchain and web3 believes in transparency and and a fair share for the creator in a transparent way now this is the ideal of the blockchain whether or not web3 will continue with this philosophy as it grows is is yet to be seen but it's very much the core fabric of the of the builders and the creators in in this space so the question is like how will your teams and your brands begin to align more with this philosophical ideal and on the next slide there is a quote that i really like from adidas and and adidas have been doing some wonderful things in in the space and and on the next slide you will see uh the quote which is giving control away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we've always been told as marketers that your brands are the holy grail you're never to change your logo you're never to change design elements and when we as an adidas entered web3 we purposely broke our own brand rules to send a message so you have to you have to obviously find out what suits your brand changing breaking a brand rule might work for one brand and not for another but it it shows the level of creative commitment that the brands that are successful in this space actually go to um and then on the next slide i have some examples of the crater economy and the first example just on on the next slide we have um an example of burberry and samuel jordan it was a line of virtual bags uh handbags that were created through and roblox um it was inspired by one of the physical handbags and samuel jordan whose name is builder boy he's one of the biggest um digital fashion designers on on roblox he created this and every time this bag is sold within the roblox platform samuel will get a percentage of the sale so it's not just this commission it is an ongoing relationship and it's it's in samuel's interest to also continue to make this project releva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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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to keep keep promoting it um and when you know taking that concept this is not an nft it's in it's in the roblox platform and that's not on the blockchain but when it does come to nfts and artists let's say like samuel and if it was an nft would receive a percentage of that sale in perpetuity every time the token gets resold which is so powerful and the second example is with artifact and murakami and i love the clonex project it brings together the most incredible teams of artifact and and murakami together to create something surprising and beautiful while also being very much of the teams who created them and the third example is with vote china and a digital artist called cotton psi and so the the teams collaborated to create this this avatar that you see called infinity and who was introduced in june um on the cover of of a companion title called vote plus which which essentially invites cover stars to curate and by monthly issues so she was designed with with uh captain who also created this beautiful origin story for the avatar and subsequently the after as new feature within vote china as well in a recent meta ocean project um but it's a lovely a lovely collaboration and a little bit surprising as well and then finally the last topic i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tokenization so um what is a token it is a digital asset defined by a smart contract and built on the blockchain and it is more widely known as as nfts but tokens can represent anything represent land an item of a land in the metaverse uh an item of digital clothing it can represent an image a song it can represent a stake in in something like a dow um you know like a golf course for example there is there is a dow that's looking to buy a golf course so you can own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in a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way on the blockchain and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the token represents necessarily but it's the technology that sits behind it that smart contract that is so important u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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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thing with tokens is really that it it they provide a mechanism where value can be given to the users and builders as opposed to centralized companies so users can own the platforms that they're building 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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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web3 is reinventing internet services owned and operated by communities as opposed to a handful of companies democratizing ownership through through tokens and an ownership of toke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it's you know the biggest economic movements in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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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ld have been linked to ownership you know for example land ownership now the internet has finally got ownership and how is this going to develop you know in in web2 the only thing you could really ever own on the internet was a domain name so this idea of the the kind of the cultural movement and that tokens allow is really powerful um so building your strategy around tokens for your business in 2023 be that um you know a token that is a creative output so let's say a digital piece of fashion or a token that gives you access to exclusive um you know exclusive offerings as as a community and knowing how you're going to approach your token strategy how you can build the most intelligent smart contract for your business that allows you to continue to evolve and do interesting things will be really important it's it's going to be the differentiating factor um and finally in the third box we have tokens representing physical um elements there's the term fidgetal which is which is used but most people don't really like using it but it is it is it is used nevertheless um so for example you have physical items being enhanced through twinning with digital so be that a luxury bag that now has an nft component and that can unlock you know new experiences or new perks for for that particular owner or a token offering and in real that that offers real life benefits so allowing you access to secret events or or brand moments and we have ran some of these with you know a po app so proof of it of attendance and protocol where if someone comes to your bench they can they can redeem this this token that allows them to receive benefits in in the future so we actually have run a few of those that this year and more recently at the vogue world event in new york and and on the next slide you'll see just two two examples of tokens so so on the left hand side well this is actually on on um by the tribute brand but is the idea of digital fashion item that you can buy on the blockchain or you can wear it or sell it on i love this caroline herrera dress and where you essentially buy the dress send your picture and your picture gets dressed within this this item but there's there are examples where you buy an actual token and and in in the real life dress that this is mirrored on it's black and in the digital one they have a red and a pink that differentiates it as the digital only offering and then on the right hand side you've got the balm on threads example um which grants the order the community access um and this particular nft is going to give you access to the balm on world essentially um you know you can have private events um for a limited amount of token holders exclusive in-person events digital experiences and balm on said when they put when they launched this uh there was a quote that i liked which was and we believe that luxury brands have become media and and because of that nfts are very interest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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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 specifically so that concludes the three core areas that i think are both technolog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for brands to focus on in 2023 and again as i said it's where many of the fashion houses that i am speaking with are are putting their focus on um and not only from you know an executional perspective but also looking at the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that they can start laying now um and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keep remembering that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i really like to pause um slide of nft is only a baby i think it was um like every moment in in history like it like the internet at the start we are far from from what people hope is going to be you know the internet started as a science project the first laptop which i like to say which was released in 1981 weighed 43 pounds and had a four inch screen it needed to be carried around in a in a suitcase but and naturally everyone slated it but this i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just like the laptop was just like the internet and peopl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build on on the potential that we are seeing in in web3 and i think if you can understand how to build a brand um you know how your brand really can build um to ensure you have an engaged community connected to your own particular brand values whatever that's going to look like and that you put the creatives and the creators at the center of the process and that you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okens and smart contracts that will allow you to differentiate your your offering at this early stage i think you'll be in a wonderful position and to welcome what whatever web3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into in 2023 um so that that finish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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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of my talk and i believe we have 10 minutes for questions and answers i'll pass over to our host so thank you sarah for your sharing so we have a q a session so kira i have one question for you you just share some features an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web3 technology but i wonder how is it going to reshape the print media from your perspective and from your position as a top head of contnost which started out as a print media how do you think the web3 technology will reshape your industry 我想要了解的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康泰纳斯原本是一个平面媒体嘛 都有很多的杂志他们可能在web 2.0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go online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网站会有多媒体那今天既然是在更进一步 讲到web 3.0的时候有没有可能maybe go on chain或者是对于一个平面媒体来说要怎么样再一次的转型在这个部分 s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um and i think if i knew that totally i'd probably be making a lot more money so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there are three areas that i would call out one which is the technology of the metaverse and how that is going to affect everybody's view on storytelling so how you know a brand like vogue is visual and creative in its storytelling and a brand like vanity fair focuses on on very long formats and that is very insightful and deep or wired that uses a lot of you know infograph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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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s in order to to tell their story it's all these types of characteristics how are they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a world that people are used to being more immersive in the storytelling so that's that's one thing that i think we are really testing into um how storytelling will evolve beyond the written word beyond even video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that very passive engagement with your audience to something that's far more engaged and and how can you you know gamify bring an element of gamification into your storytelling um so that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testing at the moment and the vogue meta ocean is a lovely example that was launched in september where we wanted to relating to the september issue which was the fashion's new world that was the title of that issue we wanted to celebrate crea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ll our vogue and teams put forward creators that were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local and we selected 24 to feature within this metaverse and we featured their artwork and also had this element of like a overlay of text so that people could read about this artwork that they're seeing in this underworld experience so as opposed to just seeing a creator and their work on the on the page we actually brought it to life in a more engaged and gamified and a fun way the second area i think is um is how you know how web3 and the technology is going to shape media is around subscriptions and memberships and media has been you know pushing more and more into the subscription area and i think communities are such a big part of web3 and these things are going to meet and they're actually very aligned you know vogue has launched earlier this year a membership called vogue club which is the first digital membership um global digital membership which focuses on content community and commerce and i actually think that aligns so well with with web3 it's just rather our systems and our technologies are a little different so we're going to be incorporating things like tokenization into these membership and subscription offerings i think that's that's what i could say for the moment on that 好我们是不是也掌声给kiera一下其实也提到了很多第一个是去中心化嘛 所以很多时候社群的经营现在很难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行业都一样很难一个 东西可以全部同时了就是专心的经营你的社群即便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但是他们可能对 你的向心力或者是很多时候你要把你的品牌的权利给交出去很多时候品牌的 一部分的权利也在他们的讨论身上就是在很多讲者其实上一位讲者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对我可能打造一个平台打造一个品牌可是很多时候是这些在当中的用户最后决定了这个品牌的走向跟他的一个形象还有方向 好so we have a question from an online user right kiera we have a question from our online user sophia liu and she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kind of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small medium 好就是说假设对于一个比较没有资源的品牌来说他要怎么样可以进入在这个web 3.0的一个暂时当中 是有提到运动吗是吗还有专门提到运动吗还是什么没有 好 well I think this is this is the beauty of web3 in that it's kind of navigating around some of the more established ways of launching a brand of having big marketing budgets or being featured in you know in in particular places or big advertising budgets and billboards the communi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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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s that I've been seeing being really successful in this space are all based on community so if you can really study how to build a community for your brand so the first things first like what do you as the brand owner stand for what are your values what's your mission make sure you have that super clear and then go about building your community there there's a really good book called the business of belonging which will allow you to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how do you launch and grow a community and that's authentic to to your brand and then I think once you have you once you have that community built you have people that are invested in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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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doing maybe you can incorporate tokens as a part of that so they feel that level of participation and skin in the game and i'll give you a good example is like g money is a a very big thinker in the web3 space he was quite early on last year started to build a twitter community and and then subsequently about three months ago launched his own fashion brand and it was from a monetary perspective very successful because he had this in this community that was built up that was really believed in him and the way he launched his fashion brand was he invited people within his community open you know to a certain selection as well as leaders within the space to enter his this this kind of inner sanctum of his community via a token and if you were in there then you could buy his clothing so it was a really nice way of providing that kind of exclusivity but it's also exclusivity and it it has an element of access to his own community so business of belonging i think is a really great book for you to start to build your your community in the space okay thank you kira s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sharing you'll start your work of day of work after this pardon me you'll start working after this oh yeah yeah this is this is the first 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my day so the first item on your agenda exactly exactly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okay hopefully one day i'll see you in taiwan i would love that okay bye bye okay bye everybody thank you 好我們再次掌聲謝謝我們康泰娜是來自倫敦的連線喔也分享了其實我覺得他最後做了一個結論也跟我們前面三位講者講的 我覺得都有呼吟喔很多時候去中心化有的時候很多時候你的讀者你的社群在你的品牌參與度當中都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權利 那麼今天活動到這邊結束了請大家除了隨身的東西不要忘記之外我們有一個QR code對不對大家可以打開我們的手機螢幕我們也把這個做問卷希望滿意度喔大家都知道大家意見喔可以掃描一些喔可以掃描一些喔 然後幫我們填一下滿意度的問卷如果沒有掃到QR code的話也可以我們現場有紙本對不對在離開之前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可以領取一個小小的禮物也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那麼離開的時候小心腳步自己的東西不要忘記了希望明年還有機會可以看到大家謝謝大家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